編曲協議員 台會長、議長 輩術長 我們長、館長、副館長 各位議級主管 所有媒體先進 委屬先進 所謂議員當年 大家早上 我們先宣讀您的家庭會議記錄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議事族宣讀第11次會議紀錄 2. 憲政總質詢 以業務質詢 3. 主席財事 預言所需之資料請各局處應一期需求切實提供 並如期送至本會 是善會上午11時59分 以上 各位議員 當年對我們會議記錄有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比較冷 我們今天是總質詢 最後一天 我們拜登的是張皇蘇聯議員開始 少年姊 你要聯合這頓嗎 你跟吳斯隆議員 好 不然我們現在開始 時間100分鐘 我們今天的主席 陳副議長 張縣長 縣府一級主管 議會同仁 媒體朋友 大家早 我現在請那個環保局長 議員早 欸 局長 前天縣長的憲政報告的時候 我有提起 我們有提起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環保署 平和特有的 我有提起說這間垃圾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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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是敗訴 對 啊有做清理的工作 我是 如果去憲靈跟我看 結果沒有啦 好,我們現在看下面,局長你可能沒有了解這個嚴重性,而且你沒有去看過,我想你找時間,我們一起去看。 好。 因為這就是我們管政府,一個富裕工程,一個富裕工程在四天的時候去發見了,對。 而且他買到時,富裕工程總會把泥土蓋下來,她現在雜草重生,後面我去看那一大堆都還在。 你看這樣要怎麼處理 議員是這樣 台會主席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那環保局這邊 感謝張凡素聯議員的 對這個 掩埋場副議工作之後的 一個關心 這個地方是101年 2月份我們進行副議的時候 他剛在種副議 一些圍牆 在鑽那個洞的時候 就發現鑽起來 有些醫療廢棄物 就發展了 發展後就開始有 一些冠事在打冠事 當然像議員剛才有提提說的 100空四年大概四月份的時候 那間公司就被判敗訴 敗訴後在100空四年 7月15日他們就去清 清除廢棄物 有清出來 那他清的時候 大家在鑽公所會 會從相關單位共同去清 一定清很少 因為那堆很大堆 現在都要再存在 這裏面我也有把他放回來 議員抱歉 剛才因為踏出來 在這裡看不太清楚 這個可能像素的關於 看不太清楚 不過沒關係啦 現在是這個樣子 那一堆還在 你可能不知道那個位置吧 我知道我也有興趣 我也有興趣 那是這個是很 說今天是很明目張膽的 這應該是要在我們國內 一定要用很大的新聞出來 對 這個部門當初發生的時候 有怎麼有新聞有出來 當初那個環保書長有怎麼來到現場 當然我去現場有怎麼看過 不過這個公訴請 局長我覺得你們在檢驗 專檢檢驗的時候 那也是太馬虎了 因為那種的 就讓滲透出來的水 流為水高 流為這個濁水溪的下游 養殖業都會影響 你們怎麼都沒有去注意這項 這個部門是有了 富裕的意思就是 打原來掩埋完的這個掩埋場 打掩埋好鎖 讓它能夠恢復原來的 那裡的東西沒處理 那你就再把它蓋掉了 那你就延負啊 延負維法 不會啦 不會延負維法 這個是公訴的MID 公訴的MID 他結束之後呢 他申請一些經費 我們管政府去替他做呼籲 這樣啦 你看那呼籲說成千幾萬啦 千幾萬把它蓋不蓋就好 整個操作都是這個公訴的操作啦 當然如果有什麼問題 他就是操作的人要 市長你們是站在監督單位啦 對 不可以都拿給公訴 不然你們這支柴在做什麼 我們應該去監督啦 不夠主要 這個有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來看看 啊 需要 公訴 那是喔 以前也跟你提過啦 說 欸 我們前那個副縣長喔 林美豬有提過說 可以拜託環保署喔 來幫我們處理 因為 這是一種良心啦 齁 我相信 張縣長要把這件事 處理好在這間 這是最重大 而且是 做公特的 這是做公特 議員是這樣啦 那個當初 管長很重時的 所以我去現場看啦 也是說要處理好事,我們有多處公訴來處理 公訴他也是請政風或什麼做去看看 如果說現在議員發展新的市政,我們再來查看 共同去做稽查的動作 我看你來確認一下,你看你也坐實誠 看看鄉長民來解決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管政府沒辦法處理,找環保署,找關係 我們把這件事處理好,好嗎? 如果是現場看事,這一定要處理 對的都是啦 那玩家台本是家庭垃圾 不過那... 因為民國八十六年開始去開業,到現在玩家一段時間 那不是垃圾場裡面喔 是那個家高,家高的那個垃圾場的外圍 是在那個外圍 是在那個外圍 對對對,在樓邊那裡嘛 對啊 樓邊那個地方 對啊 好,局長,慎重處理好不好 好,這一定要處理 好,好 好 來,委員長 來,委員長 委員長 委員長 啊... 新山,你等一會兒再走 好 局長 是,委員長 之前我一直在很關心說 大南明華失地二期工程 你還沒有印象 有啊,有印象 現在那個...還有人在那邊看著 沒有 完全沒有 你知道那個...他的路面塌陷的程度 甚至說人家以前是去運動 因為你的人形到那裡已經塌陷很嚴重 原來我們一個好好的蓄水池 讓你們這樣... 變成... 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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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成雜草一堆 變成雜草一堆 你最近才有去看過 有啦,那其實有請那個...什麼 我們有請一些保全齁 齁... 在那個...佩電站旁邊那裡有一個保全在說 我知道耶,都大門深鎖 對,當然要適合 因為那個地方齁... 你保全... 我們不能讓人... 那一間了解... 那一間了解... 你再說這樣我就想去 那間了解是不是人家在那裡 有什麼問題會開開 會不會 我沒有要讓人溢溢啦 那個地方沒有讓人溢溢啦 因為那個還在訴訟啦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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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 你沒有冷氣 你... 怎麼可能跟他們... 跟... 你人有在那... 那邊的話 最起碼的話 你窗戶會開啊 會不會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旁邊那間...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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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 我去... 我去那邊的話 我還在那裡看過 為什麼沒有人... 沒有人出來 這樣我們就要來... 追求啦 追求那個... 保證我們叫他加強 沒關係 在本會期的位置 你去看看... 對啊 看那個雜草的位 要怎麼處理 我們一個大樓的門面 讓你怎麼把他走他掉去 欸... 應該這樣啦 議員你一直認為 那個... 工廠做了... 對門面不好 啊... 如果這樣 我們可能這個工廠 我們就要促銷啦 我們本來這個... 蓄水池的位 可以喔... 給那個... 明法院... 明法院... 你那裡的參加 讓你用一個... 為... 沒有蓄水池 旁邊那間... 工廠 因為... 無水的關係 整個燒燒燒燒燒燒 你是要跟... 造福大林的百姓 還是要害我們... 塞区這些農民的... 為無水好燒燒 當然是要造福百姓嘛 啊... 如果認為造福百姓... 這樣子不妥的話 我們會檢討啦 因為那個明法一齊嘛 也是我們造福百姓 現在是很重要 對... 明法一齊是做得很好 可是你明法二齊的工程... 師弟工程還為... 所以是後續工程... 你... 給你平良心講 到現在幾年了 嗯...所以說我來之前 就已經發生這事情... 幾年... 幾年... 要給你說幾年... 應該四年五年有了啦 要到八年了... 這樣齁... 要到八年了... 這個工程... 經營有法度用到八年... 不然會完工... 你們是要美麗化... 對不對... 你不是現在造成... 我們大拿... 整個污染在那裡... 灶草那麼多... 你們還會叫人去清... 那下線的部分呢... 人行到下線的部分呢... 人行到下線那個部分... 我們... 鑑定完之後... 如果是... 應該把它修復... 再把它修復啦... 好不好... 那時候我就問... 時程是多久... 結果你都... 你都一直沒辦法... 讓我坐... 政客的時程... 議員... 我... 我這樣講齁... 就是說... 會影響到民眾的部分... 我來經歷... 但時程齁... 因為訴訟齁... 你叫我講... 我實在跟你講... 我是沒有負責任啦... 因為... 這是反應... 的訴訟程序嘛... 但是... 會影響到民眾的部分... 我們先來處理... 訴訟... 訴訟到什麼程度... 是... 學者是說青雄書 還沒破壞 還沒破壞 已經很多年了 不然你人行到那個攤線的部分 攤線的部分 你也要去處理啊 結果你都沒有去處理啊 我們現場看 學者是當初 我剛才說沒這麼嚴重 現在比較嚴重 局長 看你當時要去學校 你擺時間給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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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是覺得說 這個獨流應該要冠軍設法 不要再做成 別再做成 因為在那裡來受到傷害 喔 當然 當然 好 人行到你 他現在你 很興奮的位 那個什麼 那個競爭如果不穿舊的位 是不是說 你如果擺盤的位 這可以把我們環保教申請嗎 還是要申請國賠 這個喔 國賠有一定程序 因設置或管理不當 就可以啦 如果有這種情形 當然我們不能回避這個責任 但是我們管理上 我們一定會去看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議員現在我們提醒我們很感謝 我去看看 有這種情形我們會馬上處理 好 那我 你拍個日期 我們去現場會看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議員這樣齁 我現在先說明 現場如果那個是訴訟的 標的範圍之內 我們可能會有它的方式 才有它起來啦 因為我們的訴訟還沒有完全之前 法院有說要證據保全 我們會遵照它的法院的議事去做 其他就是說 不是那個訴訟標的部分 我現在要處理 局長 可是那個是人行道 就是路邊的人行道 你不能因為 你們訴訟一而再再而三的話 延續了這麼多年的 會影響到 我們八三的成的權利啊 議員說 我們現場來看 好 來處理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請那個交易處長 我們臺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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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 我也有強調過 活動中心如果說經費不夠 是不是用這個風雨球場 還是風雨操場 當然 如果有地方可以佔過 當然 成本就比較輕 是 那這部 和校長有人說 那因為 現在 今年 部裡面 我們大家也接觸過 當然部裡面 主要有原因 今年因為風災 所以台東 都沒有那邊 這個錢 都花在那裡過 所以今年就可能 因為年度不夠 那我想我們可以繼續來爭解 看看 明年是不是可以 有機會 你應該要 年度計畫下去 你不能說一年過 一年三年過 三脈過一四人 現在過三年 三脈就過一四人 是不是 我們政府的財政 尤其說 我們平年又秀 是大拿 的第二大學 因為我真正 不要說過 大拿又秀的 都全一些不會生 因為都跟阿公阿嬤在娶孫 平年又少爲 新社區在那裡 每一個都是年輕的家長 所以說 我們的學生數 是越來越多 我們有政界的趨勢 可是 我們沒有一個遮風避雨的 我們要辦活動 我們沒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是不是 你包括說 我們畢業典禮都是六月 就要說走風避 你是要用的月子走在頭 晚上要用的月子走路 那是不是 對平年國小整個的血統 包括對家長的話 我是覺得說 我們教育處 我們縣政主 這邊的位 能夠照顧到這裡的學生 你應該放年度計畫下去 不是嗎 這個 該照顧的部分 我們是一定會很周全的照顧 那優管這個 外農中心也好 風雨球場也好 因為涉及到的經費 有比較多事 那事實說 管理財政 這幾年實在要變 真的是困難 連配合看 今天有說外農中心要回來 他動不動 就是配合看負擔一半 那一半起來都兩三千萬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也是一大困擾 我是覺得說 管理財政如果容許你編列的話 因為陌生的位 大部比工業區 請上限制來的位 我們有稅收起來 我們管理有稅收起來 是啊 這我們可以來評估看看 是不是這樣 好 尤其大部比工業區 還在我們大困擾 是 多少也要給我們回饋 讓我們大困擾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都編列 我們再來跟財組單位 來評估看看 盡量啦 你議員一直在關心 我知道 謝謝 因為我不敢說那些小孩 對不對 那些小孩 六月天 他頭現大 要選到暗時 你暗時的位置又走路 而且一個 一個嘗試用下來的位 你還要給房子 還要給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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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感謝議員的關心 我想我們 繼續來努力 謝謝處長 其次第二點 最近我們校長在調動 是不是 這算臨算 臨算 對 有的是戒滿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 我是覺得很奇怪 有某一對 校長這樣 校長的 紅阿母 像說這間學校 都被他們 兩紅阿母來做 不可 應該 應該 如果有這個錢 應該是巧合 為什麼會是巧合 因為我會議員報告 我記得好像 從他老爸到現在的話 就是在這兩間學校在那裡轉 都沒有其他的臨算 校長都沒有其他 比較好的人材嗎 還是說 處長 你特別照顧他們夫妻 沒有這個事情 因為每一間校 都有每一間校的特色 所以不是說什麼人 就要住三人家的校長 校長都是 各一間校長 每一間校長都可以做得好 我跟議員說 我們這個校長的臨算 這個度假 過去的派不是不一樣 這在八十八年 國民到法修正了 我們就是依這個臨算 那臨算 那臨算 處長 處長 最簡單的 我請教處長 如果說 他們現在兩個阿母 互相對調 如果還記得 是不是 紅阿母又調到回來 是不是這樣 沒有 這議員 我說明 因為這度上 這是說 臨算 臨算有兩種因素 一種因素 就是我們必須辦理 那個辦學績效評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個人的意願 所以每一個校長 有特教 這臨算的標準 他可以替議員 那如果議員沒有去強碰到 這我都知道 這都沒人說 我知道 網路都可以看得到 我知道 網路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因為 我跟處長 你拜託一天就說 麻煩你專課這些校長 不要做政治校長 不要做政治校長 不會是你說的 不會是你說的 我只是跟你點到為止 不要做政治校長 對不對 你最初沒有啦 有時候這個校長也要尊重臨議代表 當然 不要把臨議代表位踩到腳底下 不會啦 我們還是要求校長 我們地方議員 如果有什麼需要 的場地提供 我們應該盡量來配合 這個校長臨算 我想這個也尊重校長的意願 我們要求校長去好好 對啦 我如果說委員 我看這間更好 我的分散也會 我不一定 我和你處長高情比較壞 我不一定會下去 不會啦 因為個人議員的關係 不會這樣是你說的 那我們要求校長到學校去 我離間做報告報告 不是去做校長 是去做校長的工作 所以我想沒有所謂 政治校長就回事啦 如果說有的話 也歡迎議員跟我們這個 來反應 我想我們一定會 做好要求 所以我和你點到 就是有政治校長 我希望說 校長這次是 跟學校做得好 跟學生講得好 學有專精 把他的專長 來給社會學職 不是說我就來 我就來做政治工作 如果這樣為 我是希望說 這是不適任的校長 好 感謝議員 好 感謝你的處長 謝謝 謝謝議員 希望說 平民國修這個工作 好啦 你比較用心一下 好啦 希望說 你要在家裡 關進政的位 可以 粗暴完成這個工作 好啦 謝謝處長 謝謝啦 感謝議員的指教 謝謝 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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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好 處長 你之前有去看那個166縣 是 你說在45間那裡有積水 有積水 那個地方 是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這段 是 那裡有一段是 帆仔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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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在那個45K附近 是 那台喔 那樓上的電南線 被 被盜檢了 兩三年都沒有修復 尤其現在喔 那裡還有一間 很大間 很大型的 那種 拐車的公司 在那裡 是 那個 車輛出入很頻繁啊 會造成交通的 危險 是 是 是 您去探討的時候 有人反應這項嗎 呃 當主席齁 呃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我們各後面媒體的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們感謝張黃議員 對這個166縣 4還是4.5K 這樓上的問題的關心 我探討的時候 要沒有人反應這件 我今天第一次聽到議員 你怎麼說 柯的民眾喔 現在有陳情起來 是 他們有 連署有陳情起來 因為那大非常 我們會後 兩三年了啦 是 我們會後是 叫人來處理 路燈都沒有修復 好 我會後是叫人來處理 啊 由我們買手去花錢嗎 要不 要你做花錢 來看 來做處理 這樣看怎麼處理 好 好 謝謝 沒有聲 沒有聲 地震處長 謝謝 處長 今天本書有拜託你說 幫我用這個感情論壇這個地盒 交流土地盤這個地盒 你查起來結果是 用地所有管理是什麼人 來 大會主席陳議 陳議 陳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 剛剛那個議員 議員指示的就是在帶領交流道 那段阿哥就把這些土地的鎖 土地的鎖 我查起來 裡面有 有交通用地 這時候 有一個 交通用地 一部是 那個 墳墓用地 另外 有一塊是那個 環保資源回收場 它是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大概有這三種用地 以上 好 這個三種都是 大大公所的 大大大公所 大大大公所 來 主席我請教你 這土地是 土地鎖 或是 非土地鎖 人 閣議員 報告一全部是 非土地鎖 外 土地 它一邊的就是 交通 叫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好 你請坐 來 那個 政法處長 好 處長 是 你最近 有跟本事討論 你說要去看交流 土地鎖 那些交通 交通車輛的問題 你有去看嗎 是 主席 各位議員 媒體記者朋友 我們縣府和議會團 大家好 跟議員報告有 有 有 來 來 那個 樓上跟我播放 那個 車輛停車問題 這張 就是地震處 地震處給我的 土地 土地的 所有的 空灶圖 第二張 這個是所有資料 資料的圖 第三張 大家看 各位處長 我們看 尊於你們的部分 為你們的款式的部分 到底 有沒有違規使用 誰要回答我的問題 好 議員報告 是 我也去了解 保安 現在有Aroha 你做招呼站 是 還有一個桶連 是 桶旁邊的一間 現在門關起來 是 還有更多的一間 是 他那個建築物 都沒有申請 那都是違規的 沒有申請 是 那這樣 所有困難是什麼 大拿町公訴 所有困難是大拿町 管理機關是大拿町公訴 大拿町公訴 是 你們有依法處理 各位我們報告 我 我這批刑法文 希望你做這 你自動拆除 你如果不聽 我們告訴我們 我們會去處理 你們會去處理 是 這是 你的部分是 違規跟違章 建築物的部分 建築物的部分 是 請王處 你給我了解 看看 因為 這是大拿町公訴 管理 管理 這也是大拿町公訴 第一 第二 是不是 有收助金 第二 第二 修的人 如果說 有繳 佔用租金的話 佔地租金的話 佔地租金 佔的人 跟實際使用者 有一樣嗎 這樣你聽我的意思嗎 有 今天我來租 我來看價格 走 我們少年寄 那這樣子的話 是公平嗎 主席 委員 那 針對這個委員 剛剛 質詢的內容 那我們 會後 立即 來做一個了解 好 剛剛處長有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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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 有 沒有 是 不是 他們 這兩個 大公司 有 有 我們 如果 沒有的話 公訴 這樣 有 土地他人 你本回去 要跟本社公 要用台海報告 這樣好不好 好 那 那個 他叫殯葬用地嘛 再繼續我們 剛剛那個 對 這是 處長 這是很明顯的 違規使用嘛 是不是 是 因為公訴不可能去打黑啊 公訴不可能去打黑嘛 公訴不可能去打黑嘛 對 我還記得說 之前的話 我們 違章的話 你們都常常說要跟他們疼 尤其說 你說 你說的 從道市街外來 就像我們 我們 地政處理 地政處理 他們就去開法嘛 可是 公訴 代頭違規 你們有開法嗎 進化處這一邊是不是 嗯 進化處這邊可能就是 又要用 用拆除的方式 對 用拆除的方式 那地政處那邊的話 就是 違規使用的話 地政處這邊是不是 那個 罰單是你們開法的 報告議員 如果是 他是違反區域計畫法 當然是會由我們開法 但是他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要去認定 比如說交通用地的話 就是建設處主管 那盆木用地就是民政處 那環保資源回收廠 就是環保局 他們要去認定 認定完如果是以 區域計畫法來開法的話 就是由我們這邊來開法 但是如果是他們自己的特定 就是他們的法令直接可以開法 那就是由他們主管機關自行開法 以上跟議員報告 就是帶領公所也可以自己罰自己嗎 不是 就是 憲政府有他的主管機關 那這樣子的話 剛剛環保局有 環保局你們有聽到嗎 還有民政處 因為所有管理的位 他的使用地的類別 有殯葬用地 交通用地 特定事業用地 目的用地 這樣為我們國局處的位 你們自己去了解 對不對 不可以說我們 只許官方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這是要不得的行為 還有政風處 你一定要把他要記住 看是不是說 如果如果有 有入那個 佔貸助金的位 用貸助金的位 是不是說 入貸助金的人 和使用者 是不是一樣 如果沒有一樣的位 如果這樣的話 大拿頂公所 就是 都利 都有利 土利 你聽我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 警察机关的话 他没得去开发 他没得逢帅 没得逢帅 再下一张 每个礼拜五的话 礼拜五傍晚的话 整个车辆两边再继续 两边的车辆 都停 都停在那儿 如果说 旗车 大家都说旗车要停在万车堂 万车堂的位 他们停车在那儿 发生事情的位 这个责任 我请问各位 对一局处 要扶着 如果没人要说 夫委长 我看他是停在 我们的道路边线外 那个是路线 如果说那边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 其实他虽然没有画红线 但是他停在路线外的话 是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开发 我是说 因为他为了要线车嘛 因为你这样为这个漫车道 对吧 一定没法就好 自动会验 行驶嘛 这样是不是要验入中心的车道 如果说在那儿发生车的位 因为我看那张照片 他那是路线 就是我的道路边线外 所以我那里有两串 两串的外面 他是做混合车道 随着路线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停在路线的地方 对啊 路线可以停车吗 可以停车吗 路线不可以停车 路线不可以停车 我问警察 他们说没有红红红 他们就可以停 这个如果有需要 如果输入了之前 我们倒是可以去画红线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还有处长 我还记得我前期在说 你们今天法文会报两点要毁扣 我是说那个丁字路口 大型车辆 为那个什么 那个回转的问题 你不是 你直接给他用阿罗哈 所以阿罗哈的公司 现在人家在说 就不是我们回转而已 我是觉得 你们这个问题 我真的跳在站那里 我的洗不清 我这小老百姓的话 没法对付大财团 如果我们的法文 他的内容的时候 他的文字上 没有很符合现状或是妥事 我们回车的时候 我们会来做一个税名 当时我们的报应来做一个税名 这样方式来改税 警察局长 我那时候在欢迎是说丁字路口 大型车辆 大型车辆 回转的话 会影响到那个什么 行车的安全 我是这样子讲的 结果你们这边去把建设处的那边那边说 变成说什么阿罗哈 在那 客运在那 在那 违规回转 那这样就不对了 不过那天应该是 那个 李祖 跟我们另外一个李祖 跟你说 意思是说在那 那个路口我让你看 那个路口 他也只能到那个路口回转 要不然他 可能还要顺向的话 要照很远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民族知道那是违章建筑 你们还是放任他们在那边回转 不是这样子吗 可能那些百姓 有哪有交通的蜀要 这个 你觉得我们刚才 这个来研究看怎么处理 是 处长 是 呃 局长你请坐 处长 我记得好像是之前的会期 我们带领政工所有拜托我们 当然是否在转运站 是由你们这边带转去中央吗 是不是 呃 带领后火车站 带领转运站 对 我们已经起好了 已经起好了 有在使用吗 有 已经有在使用 目前 那个 已经有台西客运 嘉义 限公车 跟直系医疗专车 有进驻接驳转程 可是 你们认为说 那边那边的位 呃 管理是带领政工所在管理 是 是不是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暗时 都一些油民在那里睡 因为暗 会造成治安的死角 那如果说啦 好 你警察還要派出人力在那裡順流 因為一周五起的月到禮拜一早上 人才有來看 這中間的話會加強我們的經歷很多 你知道嗎 議員這個經濟是很好 不過因為我們在去年 就要邀請這個統領科院和阿蘭科院來延商 因為他們這是國道科院 國道科院一定是高到路後就開了 如果要再設計我們的大臨後火車站 來回的時間要超過半年以上 那會降低他們的所謂的 人家乘客的搭乘的意願 所以他們 重點我們的轉運站在那邊 那個位置是離得遠一點 離交流到遠一點 所以他們並沒有要進駐 所以說處長 我前回期的時候我就提案說 是不是說那塊地裡面 我們用像那個草莓站 一個轉運站在那邊 也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也不會國道的車輛的位 又設立在大臨 你大臨轉運站 建議我們政府開憲多錢的位 你沒有去正常使用的話 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浪費公堂 是 議員你頂會期間建議 我也非常職業 我們就需要車 大臨公所還有地政處 精華處 他們相關的單位來我們開會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決議 因為他雖然那時候 裡面有五筆交通用地 一筆這個特定門事業用地 就是他們現在在做這個 會汽油清理處理設施 就是他們的支援回收 分類儲存廠 我們那時候有跟他建議 就說 其實 這筆土地如果要活用 就是要這部分 要下去做一個經貸的 整個 拿一個家具 他把這個原來的 刑辦事業 就是說那個儲存廠 那個儲存廠 那個面積縮 他不要用到那麼大 他的儲存廠 沒有那麼大 其他空間釋出來之後 整個 包含我們的家人用地 就變這個 土地變經貸 特定門事業用地 來做這個轉運站的用地 這樣就有辦法去活化了 我那時候 這個大臨公所說 讓我們請人快去拿出來 但是他們 因為那時候 土地關係我們是他們 主體是 他們一定沒有拿出來 是 因為我是覺得說 交流道家 是我們大臨的問題 如果這樣 張亂 這樣 看起來這麼不整齊的話 是不是說 我的建議是說 如果這樣 也不會造成 在我們的問題 也不會造成 違規攤販的問題 我們可以正常 運作下去的位 包括我們大臨的農特產品 也能夠到那裡承受 你公所也有正常的租金 你像說 Aroha也好 童年也好 你進去那裡 做轉運站 來講的位 是不是說 安全設施 對不對 你如果這樣 以公共使用 公共空間來講 它的安全 它的消防設備 比較安全 沒有嘛 是不是 是 我們來通過 整個之後 大臨的問題 會變好 對不對 一直都說 大臨的問題 就是沒辦法 補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的轉運站 跟那裡的問題 會改善說 整個對 我們大臨鎮整個的觀感 是 我希望說 處長 你們努力去處理這些工作 還有我剛剛講的 違規違規章的部分 我們各局次 國教處的位 你們看怎麼辦 要以法律辦理 這樣好嗎 我們會在積極 來跟大臨鎮公所協調 來努力來處理這件事 我是覺得說 這樣整個大人的問題 才可以改善 包括 民法師弟二企工程的位 如果這樣會立來 這麼大條路的位 不會看到一片的髒亂 這樣子可以嗎 是 謝謝 好 你努力看看 各局處 我要知道 在這會期 我要知道 你們處理的情形 看怎麼 你們跟本事 一個交代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來請教那個縣長 縣長 你對民進黨中央 即將開放 核災的食品來台 你有什麼看法 我做自己的縣長 我的基本立場 都還是以我們縣民的健康 食品安全為主 那至於中央這個政策 他們好像現在 還沒有做決策 你們有沒有反應 我覺得 像說拿國民的健康 來換取外交 這實在是不划算 應該這樣說 我們現在全球食品的安全都有一個 在2012年7月 我們有公布全世界聯合國公布 有一個Codex 就是食品安全的一個標準 通用標準 所以我覺得安全不安全 基本上要由專業 專家 下去定一個標準 至於說中央的政策怎麼做 這個他們應該現在目前 看報紙這幾天都講 都在做公聽會 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這不是我們管政府 政府的決策 政策不是管政府負責 是嗎 不對 但是我是覺得說 像我們家裡官 最標榜食安 尤其我們台灣 也只有我們家裡 第一座的要食安大樓的建設 這是很不簡單的 我希望我們這個 對民眾的健康問題 把關也是很重要 也應該把中央歡迎 日本人都在移民 他們的東西實在是 要很慎重去了解 因為這個胡適 真的是很可怕的 我的立場跟議員一樣 基本上我認為食品安全 我們國民的健康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的責任 還是要捍衛我們國民的健康 食品安全 所以我們這裡做食安大樓 也是希望將來 不是只有核災 所有的在市面上的食品 我們希望縣民買得到 國民買得到的 都是健康的食品 因為這也可以檢測 你是官民比較重要 還是政黨比較重要 我在裡面都怕你一樣 我還是以我們 泄民的健康 我們食品的安全 這個還是最 最重要的一個原則跟立場 先生 先生 我看報紙在說那個什麼 要開十場 十場的公聽會 所有的概念 有開過嗎 我看報紙是前幾天開 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情我不清楚 那沒有經過 沒有透過我們政府嗎 沒有 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 公聽會的話 是誰發起的 這個應該是 中央政府吧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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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沒有知會 我們地方政府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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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那個公聽會要去算數嗎 公聽會應該是 他們認為要辦 他們去辦就是要聽大家 民眾正面反面的聲音 那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來嘉義憲辦的話 你自己的地方 地方的主管單位 不知道 包括說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也都不知道 不知道 這就不是頭版的說 我也不知道 這跟頭版的 不清楚 管長 加理官政府不知道 加理官議會不知道 地方的鄉頂公所 也不知道 啊這 這樣代表說 不可以說 標榜 向後溝通的政府 結果咧 是要暗渡陳昌 那誰做的 三天要辦10點 其實 我都不知道 我有去參加 在普篇省立病院裡面 結果怎樣呢 我是在那個 10點的時候 給我們這個 電影的記者 我一支電影給我 腳要收 他 我才發覺 然後 那天 剛才有 張宛珍議員 王岐禮議員 他剛才有關過 會議員 何況 所有 加議官議會 一個民意機構 和包管理 加議官政府 在市政單位 中央政府 都沒有跟我們聯絡 說 這樣是要怎麼結束 公聽會 反正這個公聽會 就是要有八世 完全知道 誰不 要告訴你 加議官政府 加議官議會 這樣 不才不會讓人 感到說 你才跟他賠償 要按度 陳昌 還要欲收 作業 所以說 我希望 中館長 我們加議官政府 包括 我們加議官議會 那些 我們都要有這個價值 日本 合同 這個東西 現出是 他們日本人 都不跟這裡 那些輔導 他們有五官 他們跟日本人 都不跟這裡 是怎麼 要叫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才會勇敢 要叫我們 做白老鼠 來 你看看 來 你把它放出來 這個人 大總 歡迎 這是日本 專門民政部的主持人 他真的 為了 我們這個 輔導 這五官 這些素材 包括他的食品 他在電視 在主持的時候 都拿到這裡 為什麼呢 都在那裡 為了 促銷 他的食品 他的素材 結果 這電視新聞 都有報 喔 這日本在台 都走得很緊張 就是什麼 會人 中館長 像這個情形 不管你中養政策 怎麼樣 不管說 我們電影的主法 什麼母娃相提 我們就要把他放在大地 因為他在那裡 在那裡說 他在那裡說 他說什麼 WTO WTO 裡面 我們就沒有要你有 輻射器 這個關節 這幾句的食品 你一本 好的食品 我們當然台灣跟你買 有WTO的沒關係 但是 他說怎麼樣 你不知道那天 來 在佛祝先生的病院開火 就讓他們錢 跟開放你賣 我們八歲的 他如果沒有標書清楚 我們不要買他 說消費 萬部 你這個東西 如果要賺進去 他可以連接 在那邊 那邊邊邊 有一些部罰長生 他去買 買到餐廳 到餐廳 到餐廳 到路邊 這個東西 他如果燒 他把他煮煮沾沾沾 人家的人 吃到我倒來 這不是隨家隨發展 我們那幾年來 慢慢 這個 這樣會 突然出 說 輔射 這個重要性 在哪裡 所以說 我希望 在管長 今天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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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書龍議員 在這裡在關心這點 我來做 英雄這些報告 我是說 希望說 我們 加議官政府 還有我們 加議官議員 要反對這些 輔射 食品 進來台灣 你感到百八千 你敢不 謝謝議員 你剛剛提示的 這些都是很 很好的一個意見 我想 提供給我們 行政單位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檢討 但是 我的原則還是不變 還是醫管面的健康 食品的安全 為重要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原則 我們就好像 不在一起去 空間過 我看 為了我們台灣人 為了我們 加議官 為了這些健康 我們稍微一段 來跟他空間 你想怎樣 好啦 你笑 合作一下 我們會尊重 議員的一些 意見 來參考 沒有反應給中央 真的 為了官民的健康 其實 人家都在台灣 因為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在白館市買 買的也是 把你撈對 加議官來 我們盡量 為了這些 我們要來給他方指 這樣好嗎 我們會把議員的意見 反應到中央去 好不好 縣長 縣長 其實我是覺得說 立任的縣長 到現在 理事學歷最好 也最有前進性 而且還有 企業經營的 這個立任 所以 你也政治很多建設 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硬體建設 實在是完成很多 但是內部 會那種 軟體方面 都沒有跟進 像老街再造 英語春 很多建設 構想都很好 但是 都 比較沒有大家的實質效益 議員 你說的這幾項建設 應該他們都有 我們的主管單位 都有在 持續在推動 所以 如果座量不夠 做的不夠 讓你滿意的話 你可以提出意見 我們會請他們 參佐 再去檢討 好不好 謝謝 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 施安大樓 這是很難得的 一個大型建設 當然 食品安全 這包括很大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是一個 較窮的農業縣市 讓農民最好的機會 就是 福德農民 來做最 最優質的農產品 蘇果 多樣的蘇果 都有經過 我們這個 以後的 這個 施安大樓的檢驗 還是說 認證的標章 讓我們的農民 有一個希望 還可以提供他們的 收入 有優質的 協力 但是 農業處 我是覺得說 農業處 這些配套準備 有做嗎 我們有 那個 要不要請處長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現在處長 不聽說明 我是覺得說 你只要開這個 開這個 開發這個熱火 有機園區 土壤水源 都含有深的余律 像這個 處長 你還說 這也當適用一般 而且 無土也可以 要想管政府 我們想要開增多錢 來做地 來蒸地 來擁地 開增多錢 到現在 我們就要表 還沒有這個條件 你看這個 你像這樣 有誰來投資 這個我是不是請農業處長 給他一個時間說明一下 好不好 大會主席 陳副議長 感謝議員 再次對 有機樂火園區 這個部分 讓我有說明的機會 給議員回報 深 其實是在 我們雲家南平原 它是 普遍存在的 環境背景 我用來給議員回報 這是我們台灣 有機農業法規 算全世界統領的 有定下限值 其他 其實像美國的法規 水和土 他們都是用 環境背景值 就可以做有機農業 這是我們台灣 有機農業 比較特殊的地方 不過我們 我們尊重在發明 所以議員 在秋頭 有看到這份資料 就看到 當初在 九十八年 開始 做籌設的階段 它就有 把這些東西 你看 我們有機園區 為什麼大地工程 做起來 最主要是說 比較有疑慮的地方 已經都排除掉了 甚至有一區 因為 這議員回報 檢驗值 其實它是 季節性變動的 水 在風水期 枯水期 其實那個水質 我們看過長期的檢驗 就知道 它那個是變動的 所以我在 雕躍裡面 拜託 請聲說 你要進來進去 其實你要嚴責 意思是說 你要把 這個東西 納入考量範圍 所以 所以議員 我們拿出 你跟這段 要再說一下 是 為了要一個 有機的 有機的 這個園區 開展多錢 是為了什麼 我們也是要用 有負負合條件 是 你跟這段 要再沒有負負合條件 這個部分其實 議員 我說明上面 也有敘述清楚 就是說它是符合的 為什麼 它其實有機是一個更法 它有很多的 技術手段 其實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來 副議長 我跟他們一起 一起問這個議題 處長我請教您 您是民國幾年來 我們嘉義縣政府的 我來大概六年 你來六年 民國幾年來的 我搗算一下 一百年 一百年 現在一百零五年 你到底是民國幾年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來的 因為 這個開發的時候 你來了嗎 還沒 這開發你還沒有來 第一期工程的時候 你到了嗎 可是我來 才同情接手 再次規劃 所以是你來接手 才規劃 您當初 管長我請教你 你當初知道 這一塊地不符合我們有機農業的標準 縣長我請教你 縣長您知道嗎 當初要開發的時候 這個應該不叫不符合 這個應該不叫不符合 我們有做過土壤測試 是符合的 那個時候農委會副支援 陳文德 我們台北市的主題 他就是說 中央現在在推動有機農業 這是一個國際潮流 所以也希望我們嘉義縣 也去 可是你們出來的結果就是不符合啊 有啦 有符合 沒有啦 來請坐 農業處長有符合嗎 我們有機農業的標準 跟議員回報 我再次強調 有機農業是一個更法 更做方法 你不要跟我們 不是說解釋這麼多 是您自己 你們當初在開發這個農業 有機農業園區的時候 本來就是定義在有機農業 我相信這個也是 你們在每一次都說 我們要發展有機農業 而且我記得從上一屆議員 不是只有我們這一屆開始 上一屆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議員 都很認真的在 在努力這件事情 當然我跟你說 嘉義縣的任何建設 我們竟然花那麼多錢了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說 你們可以把它做好 當然可以發展 對我們嘉義縣很好 可是當然做嚴格的把關 也是我們議員的工作 那請問一下 你們當初要開發的時候 你們竟然知道說 您知道說 這一個生 更去63的生 有超過限制的標準 為什麼還要開發這一塊農地 45甲地 為什麼還要開發 既然你們知道它不符合 有機農業標準 為什麼還要開發 跟議員再次回報 它所謂的標準 其實是包含它的操作方式 您告訴我嗎 你超標為什麼還要開發嗎 為什麼那麼堅持要在這塊地開發 這不叫超標 你們自己寫的 這也是您給我的 這也是您給我的啊 跟議員回報 那你告訴我有沒有超過嗎 不然你自己打來唸一次 你自己唸一次 您給的資料 你跟我說沒有超標 跟議員回報 其實我上面就去說很清楚 來你幫我唸1 2 3 4 5 第五點 來 99年開始 1 2 3 4 5 OK 99年於化設有機專區的範圍 各更區的土壤 深跟拱的檢測包括在附近5 然後拱含量在容許值以下 但是深含量檢測結果 在更區6 3 5 8 5 3 深含量超過有機限值 經99年6月8日 再次在山區再採8個樣品檢測 詳細就復健後面的6 所以更區53含量超過 所以更區58的含量 也有一處在限值以內 但是有7處是高於限值 所以更區63 深含量有3處在限值內 但5區有高於限值 所以我們在53區跟更區58 並沒有把它劃入 下一點 更區63的深含量 所以超過限值 超過限值 對 可是我為什麼一直在跟 您繼續念 好 依有部分的樣點在限值內 所以我們考量有機專區的規模 也把更區63劃入有機專區的範圍 規劃叫設施生產區 泥土栽培 好 您說 你看喔 更區63的深含量 雖然超過限值 可是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是在限值的範圍內 你考量有機專區的規模 所以你把更區63還是劃入有機專區的範圍內 您既然都知道說那裡是超過限值的 而且您既然會考量有機專區的規模 所以把它劃入有機專區的範圍內 所以你們明知不可行而為之啊 明知不可為而為啊 不是嗎 我嘗試著再次跟議員回報 然後好 您跟我說 您規劃 規劃 歸後面設施生產區 您建議說 採 離土栽培 怕你如果要離土栽培 我跟您說 人不必來補這堆 人家儲存就能去啊 我擦一堆工地聽證 都可以做東西 我哪有需要來 來補你這堆有機農業園區 這堂堆 花這麼多花三億 要做什麼 跟議員回報 所以離土栽培 它也是很多種工作方式的一種 包含 它檢測 像深含量超標 並不是代表就是判死刑 您現在說可以採離土栽培 你幹嘛還要什麼揚土 那時候之前你 之前 那時候騎乘 你delay的時候 你說因為這個土 我們是要栽種有機的 所以呢 我們要讓這個土修習修養 沒有 它之前是不耕做 它是之前叫做不耕做 對啊 啊你現在又跟我說 你看到現在不合格 你又跟我說沒關係 不合格沒關係 我們可以採離土栽培 離土栽培 人就不用補這堆堆了嘛 檢測 是這樣子 限時是一個科學手段 我們也可以再多施有機肥 不是啊 你們把百姓的 現在嘉義線要蓋食安大樓啦 你現在是說好 我們現在有機園區分裂 就重金屬含量超過嘛 進去之後 再來我們的食安大樓 檢減這樣嗎 這樣比較有錢 好好談嗎 是這樣嗎 它其實是超過是在有機標準 它還是符合食用範圍 可是你這是有機農業 你要發展有機農業 你在變什麼 什麼叫做在食用標準 只是超過有機的標準 那你這塊就不要叫有機園區就好啊 而且我覺得你們有一點非常的惡質喔 您竟然說在招標的人 您自己要再來檢測 檢測說土壤跟水質 是不是符合這個有機災質的標準 如果需要進行改良的時候 自己還要提改良計劃 欸這是什麼政府啊 你竟然我認真一塊 你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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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表演唱會說 你們自己去檢測 告訴我這塊一塊不好 標準你要再來改良土壤 改良那個土壤 要花多少錢 我請教您嘛 如果這一整區土壤改良要多少錢 警察局長 這我來算早期集團 要拿起來 處長 這重點就是說 改良多錢啦 還不符合這個有機條件 什麼人敢來投資 跟議員回報 我覺得議員應該是可以 可以理性溝通啦 處長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一直標不出去啦 算誰的 一億多算誰的 政府開錢 政府要算什麼 勝利的嗎 你不能說因為你是政務官啊 可能像縣長現在以後 你沒得做 你拍拍地鼓就走了 是不是 是不會啦 那你負責嗎 如果標不出去一億多年 一定我們負責嗎 當然是要負責 你要怎麼負責 你說 議員 那個他們之前 其實很多廠商 你告訴我你要怎麼負責嘛 很多廠商來詢問的時候 你先告訴我 你說你要負責你要怎麼負責嘛 並不是在於 處長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你說你要負責你要怎麼負責吧 議員 假設性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做這樣子回答 什麼講 你剛剛說你要負責的耶 因為你講說一直標不出去嘛 可是人家 處長 你剛才說我們都不理性嗎 做理性的溝通 那意思就說 我們現在問政者問都不理性 不會不會 我是說嘗試著跟議員回報 是不是 深含量過高 其實也很多 怎麼樣這理性的溝通 那這樣子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都不理性 沒有議員都很理性 你這些問題的話就是不理性嗎 議員都很理性 你不要說理性的溝通 我們家不都不理性 不會啦 是為了全民 對不對 是謝謝議員的監督 因為我是嘗試的在把這個數值 人家外圍 你要叫人家開前去做檢測 是你們說有機專區 人家才來標的耶 任何人要進來都要做檢測 我們這個是例行性的一個說法 例行性的說法 我看你們都很沒用心的啦 最近可能都好像在無農會選舉 不會啦 我看你們都在福島鄉鎮的農會選舉 都沒有用心在這個農會選舉 我想要請問像有機園區這樣的問題 是應該要政風調查 還是哪個單位應該要調查 如果現在我們提出這樣的疑問 當初本來就不符合標準的時候 政風處長是您這邊嗎 還是直接送檢測 我請教你 像這樣我們有這麼大的疑慮啊 既然我們開發這個花了一億多 而且在當初就已經知道說 這個園區本來就不符合開發的標準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執意開發 花了一億多 那這個的話是您政風這邊嗎 還是哪個單位可以負責去調查 跟議員回報 你是政風處長喔 不好意思 出席副議長 那針對剛剛議員這個 所這個質詢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會後來了解一下他的這個原因 了解什麼原因 他開發的 開發的原因還有他 過程 從頭到尾過程的原因 那這個還需要簽和縣長同意嗎 那我們在府裡面做任何事情 都要經過這個縣長的同意 不會 那針對這個議員 組織請的問題 那縣長一定會同意 縣長這一件如果請政風調查 您同意嗎 我每一件事情也都有同意 上次李議員講那個 我已經簽過去了 我現在是只反對說政風處的業務太多 每一件都要送政風處 那政風處長您什麼時候 可以把調查的結果告訴我們 在這個會期結束可以嗎 結束之前可以嗎 報告議員 我想這個資料應該都還蠻詳細的 如果您可以跟政風處要資料的話 我們這個盡數來辦理 好 謝謝 處長 希望您就是可以用心在我們嘉義線農業上 您自己也說你來這邊六年了 對啊 您對我們嘉義線做了什麼 連一個最基本的有機園區到現在 竟然還有 竟然發生這樣的問題 而且是您一開始就知道說 這個有機園區本來就含有重金屬 不符合開法 我試著再跟議員再次解釋一下 你看它區域 它因為它四四公頃多 其實面積非常廣大 它也並不是全部都這樣子 而且所謂的深超標是有機農業這個部分的標準 並不代表其他地區 而且它在耕作技術上面其實就可以克服 好 以上回報 好 那那個這一次是不是您說幾號要開標 應該是二十幾 幾號要開標 好 二十二號評選 十一月二十二號評選 然後我們什麼時候會知道結果 評審完就知道結果了 所以我們是十一月二十三 定期會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開標的結果了 好 期待 我們當然也希望說這一個園區可以照標出去 可是我會覺得說你們定定的 其實對廠商應該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人家竟然還需要檢測說土壤 如果土壤不符合 所有廠商進來絕對都會要自己檢測 處長 是 最近我們教育館發生重大事情 他們去現場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 什麼意思 大峽谷事件 跟議員回報 因為大峽谷事件是由 是統峽各局處上去 我們農業處也有派員 你有上去嗎 各局處就好 我聽不可以鄉親說 每一個局處的位都主管去 跟我們農業處的位 竟然派主辦單位去 我因為那是林地 所以我請你報告 你去 幫這張看看 來 來 那檢測官 從國局處 上官人員上去 第二張 小姨你繼續問 第二張 要測試那個水多少錢 水深 因為我看 TVVS和三里 整個轉播車 都在我們大拿主座的平 一家三口真的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你那時候的位 應該是你的所屬單位吧 這個事件應該跟你們有相關業務的關聯吧 是 那你能在哪裡 所以主要是 縣府聯合機場 你人在哪裡 我人在管府 你應該在阿里山頂吧 我早去早去去去 晚上我會幫我旁邊回來管府 是喔 啊他們買去的陣情的位 你不是在阿里山嗎 我不是在阿里山 不是在阿里山 我在環樓 你在環樓 環樓辦活動 是 環樓辦活動 活動比較重要 你名字不重要 喔 議員不是這樣說 因為事權有分工 我們隨時都有掌握 應該是 我是覺得現在外面的傳言 你的外面是專門在辦活動 你在婚姻館那個時候 在孤狂那個還辦一個園區 人 Style 人傳至人 точно 幫你學院 又說 我還覺得你說你 upstairs 家義官的外面 好像都沒有什麼見識 處理會就是專門在辦活動 來辦開發園區 福處理會就是專門 來 WOO財 dijo 農 obe選舉 他看一個總幹事的位子 要募集多少錢來頂募一個總幹事的選舉 外面的團結是都這樣 所以老人農業的房子 在那裡這麼多的位子啦 隨著掛掛啦 農民人心惶惶 到底我是有人補助嗎 你們有去關心嗎 有 議員跟議員回到 你們去火箱的人員 有在看那個車子 到底有空爆彈嗎 這絕對有 我們都照鏡頭走 照鏡頭走 要帶很多人出來跟你說嗎 坐車上的位子 我們都看到水準的 那算是正行嗎 請議員反應我來處理 我上次就反應過了 上一次的災害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建議過 你們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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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災害災害的位子 真的現在全靠頭走 也就是這個 是這個位子 有辦法去瞭解 整個水準的行動情形嗎 災害的位子 走在頭上 坐到車上吹冷氣 甚至過 農民的感想怎麼樣 你們倆的狀況 你們倆的狀況 考慮就說 聽話就說 農民一生的位子 收兩檔 兩開 這開這樣位子 你覺得損失多少 這麼多地方 都損失三四十以上 三四十以上 現在我沒有四股車了 每區狀況不一樣 有十二股車 現在沒有四股車了 我們家裡的關係 以農自憲 結果 對台南農民 是有夠脅迫 真的有夠脅迫 謝謝議員為農民發聲 不過天人災害的部分 我們也是盡量照流程來做 如果自己補償應該都 所以前前我就跟你 時間早就應該報到中央去 大家都要領到現金的補助 你敢補起來了 每次都說照流程 你就是沒有照流程 我上次就問過你了 我也試著再跟議員再次說 這幾天在村裡面 大家也是一樣 你不要問說 有錢當時會他領到 目前都陸續在 復勘 又說復勘 啊 車子刮之後 你是要再去復勘 跟議員回報 所以在講 所以說不同的更區 都面對不同的問題 因為有的說 如果車子刮之後 你之前有看 應該都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 空保障比較厲害 那些應該是 剛才有去刮 車子改刮都刮之後 你要去復勘 你是要看什麼 這是在看道頂是嗎 這是在看道頂是嗎 還是在看車子 是要 照流庭是絕對要做 照流庭 照流庭的那位 人死 你們都要不知道 照流庭 你是暗算 你還要給這些農民 是嗎 你去做什麼 都給他處長 絕對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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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們說 對不對 你們只要拿給公租 公租部 也是要再配合你們 要再配合你們 公租去發股 不準算 這 十八鄉頂是 你自尾說 都市街回來 沒有啦 都市街回來 也要再農務用地 也是要有人 整水中 你們去看時間 市場 我也有跟你們說過 你們一定要 下去現場看 不是只有在路上看 你們台北都在路上看 或是說有任何疑義 我幫你反應議員 還給我這個訊息 我覺得會處理 人家現在在怕 如果跟你說話 反正我也會沒有保障 所以說 我是算 學民的 處理得不好 時 我們那時候 會對 我說你們真正 也不說了 我們就走 跟你說話 還會領不到 是不會這樣啦 你們有特定對象嗎 應該是沒有 你們沒有 那如果公所方面 才會有特定對象 那這部分我沒有 有 有炒的有糖吃 那你如果 偏偏要顧義人 也不是只有炒 也不是只有炒 是完全沒有過 所以說啦 農會選舉也就過 對不對 農民的觀念 也就 農民的觀念 你會確定跟他要顧 這當然啦 當然 你說的 是不是 好 現在又拉回 梅山大峽谷的 生態農場 意外的慘劇 我們 那個主管機關 可以殺掉這個金 可以對掉這個責任嗎 農業處是主要的部門 對不對 跟議員回報 他叫生態農場 他並不是休閒農場 所謂他這種名稱 而且他是位處在林地上面 他也並不是 他並沒有任何農村生產 那放任這違法 經營 這麼多年 我們都沒有職業嗎 跟議員回報 他在這間店 我們 像農業處的部門 我們有誰請教 他沒有 他沒有 主長 主長 我問你 他這個 像你說的 休閒農場 經營多久了 沒有他不是休閒農場 他這個地方 成立了多久了 在我們這邊的紀錄上面 完全沒有 他來申請籌設的紀錄 沒有申請 可是 意思就是說 他是私人住宅 私人住宅的話 站在你農業斷路的位 有錢 有在收錢 你騎一農業斷路的位 你沒有人就負責民旗 明知不可而為之 沒有啦 政法主 這你有證人嗎 因為他上面 給你報告 他上面有那個小木屋 小木屋 叫你說 你如果要開小木屋 你要經過木地事業主管機關 合準以後 再來幫我們請教 因為是你內用地 你內用地 你屬於農業用地的一種 你絕對要簽建教進教 他跟一般的建立不一樣 你要經過木地事業主管 一種合準以後 才可以幫我們請 我們查的結果 他是都 我們平時都沒有申請的資料啦 長期放任啦 該管不管啦 所以說 農業主 這是你的證人嘛 大家回報齁 他連來申請 我們也不知道 他們有在營業 沒有在營業 所以說 如果這樣 我都不要給你們行親 都不要給你們行親 所以說 我也可以違法使用 違規使用 那不要發生事情 是不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情 比較奇怪 為什麼在餐廳 在蓋那個農屋 對 蓋農屋 你們就有辦法去開發 你們就有辦法去全局 寫到這 你們說的說 這是空灶的 寫到空灶的 你們都放任 跟議員回報 我們 因為這點 沒有任何衛星定位點的差異 因為他在山坡地嘛 沒有任何通報 山坡地 就不是我們整個 共產民國庭嗎 是啊 不過你 像議員剛才說的 你說你在山坡地 都是有人檢基 我們才知道 他為中還是為檢 對 在這案裡面 我們查不到他的紀錄 所以他也不是申請農場 推卸責任 你不要騙 你不要騙責任 對嗎 沒有人減肌 你們如果一樣 就 軟頭沾骨 你們都沒有經過那條路 他還有路標 說這裡是什麼 什麼農場 你們都不知道 嘉義縣政府都沒有人知道 那條路你們都沒有去 道路管理的單位 都沒有看 視而不見嗎 他有的目標 大峽谷往哪裡去的呢 路標 視路標 他剛才說的 像我也是在電視館上 看到他生態農場的招牌 你在哪裡看到的 在電視館上 電視館 你都不要去賣山 我不要去大峽谷 你不要去大峽谷 你不要去大峽谷 我生了你又加工你去大峽谷 那就真的有貴 我不跟你騙 這文光局有沒有責任 這個大會主席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昨天去查一下 他現在就是有13棟的建屋 那裡面有28間的房間 那查處結果他雖然 這個農場主人他堅稱 為對外營業 但是從他裡面有張貼 他從裡面有準備棉被枕頭 有拖鞋等配備 那而且也有張貼這個 住宿的西枝跟警衣 我想對照 而且他在這個網頁 宣傳跟臉書打卡等資訊 他確實是有營業的事業 因為他一直在外面 包括臉書也好 是網頁這些資訊 他都想標榜這個休閒農場 事實上按照這個民宿的這個管理辦法丟掉 這個休閒農場裡面也是可以經營這個民宿的行為 所以說你們三個單位該管的不管 放任嘛 敢有收到什麼好處 敢有收到什麼好處 我不肯定我是否定的 不肯定要收到 所以說 現在地宿認名 他們求償的部分要找誰來求償 你們三個單位 你們三個單位有這個來賠 一局出賠一個 三個人的名 那是這樣 他現在 主任檢察官和檢察官都有去現場 他現在就是要釐清 他發生事故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後面的責任他才可以了解 所以現在的話 就是死亡原因 發生的原因還不確定 所以說我們嘉義館政府就不接任 是不是這樣 沒有啦 我聽你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他現在案件是在審理當中 審理當中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現在在撿袖子 在那邊旁觀 他以往回報絕對不會這樣 絕對不會這樣 管副昨天出動的聯合機查 是針對所有的行政作為 像早上一天早回來 我們就隨樂令 他不能再用農場 繼續對外營業 因為管政府只有行政權 其實像在刑事調查 那部分都不一樣的部門去處理 這我知道啦 你那個行政權的 有時候比較大過天的啦 對吧 開始看你們要怎麼做啦 有沒有做委而已啦 都是在議會的監督之下 議會的監督之下 你會對 我看是一致 藍 謝謝 我最後我再請教那個 你幫我放照片 這個啊我想請教綜合規劃處處長 您知道這是哪裡嗎 這個是縣府前停車場的上面是不是 對縣府前停車場上面的草皮嘛 對 下一張 它上面就有一個大草皮 其實這個是我在 上一次定期會的時候 六月的時候拍的 不是現在的照片 因為上次其實 質詢時間不夠 所以我沒有問這個議題 然後再下一張 這個是今天早上我在 我們議會前面拍的 就是太子大道這邊 我們議會跟縣府的 那個 路口就這條路對不對 再下一張 好這是上次自由時報 然後報導他們拍的照片 好 再下一張 那時候我知道六月多的時候 其實私下的時候 你有跟我們提過說 就是這邊要改成民主廣場 對嗎 然後你看螢幕上的 我這個就是這一塊地 就等於這一塊的空地 就是草地嘛對不對 好 那我想請教您 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跟議員還有議會報告 其實在5月18號 我們是縱規處正式跟議會 來做報告 6月8號 我們進行道安的勘查 我們請非常多的道安的專家 一起來勘查 6月29號 我們道安委會通過這一案 那我們就正式 接下來 在環保署的 營建署的那個 城鎮風茂的二階 核定我們補助這個案的工程經費 補助多少 核定我們是700萬元 那這一件總共要多少錢 我們縣府廣場的部分差不多在900萬左右 那還有一個我們跟議會中間的一個差不多300多萬 那總共是不是一千 一千兩百多萬這樣子 所以總共要一千兩百多萬 就是改造我們全部 我知道 就是整個的 整個所有的步道 我想如果說自己有小孩的 去這樣的一個步道 其實這個步道已經都非常不適合人 或推小孩車子的人來走 我們是全面的把所有的步道全面 是只有縣府前面嗎 整個 從警察局到議會 所有兩塊大草地 所以只有前面這一排 那您覺得說我們這邊是憲政特區 對不對 應該都是來板工洽工的比較多 那會有人送他來這裡 我告訴你比較要整頓 可能就是太子大道或是其他 休閒的地方 我想大家對自己一個憲政機關的廣場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長遠的想像 它不應該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人民願意到這個地方親近的廣場 好 處長等一下 館長我請教你 你現在出兩年而已 你為什麼你第一天不是 你不要把我們第一天經歷比較舒適 現在比較要做 沒有什麼 再報告議員一下 我第二任開始還不到一半 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講剩下多少 好像這樣我就可以 荒惠功課 我每一天當一天縣長 我都很認真在做 是 我現在是說 為什麼您第一任的時候不做 要現在才要規劃 沒有什麼叫做不做 我們的很多的憲政都是一直在規劃 然後什麼時候推出來 因為關鍵戶為裁員是有限的 那我們上次去年 特別在辦3D光雕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我們現在政府前面做光雕 但是老百姓沒有辦法 站在前面來看這裡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時間點 所以您為了光雕秀 光雕秀那一場那整個花兩千多萬 所以您為了那個要來再花一千多萬 再整治我們前面嗎 光雕秀沒有花兩千多萬 整個燈會連光雕才 整個那個六十六天連燈會 什麼六十六天花兩千多萬 六十六天啦 一千多萬 兩千多萬 有有兩千多萬 光雕秀沒那麼多錢 我上次要過資料了 那這個都是賤人捐制 我們所有憲政都可以可做公平 也希望所有的民眾好的就肯定 認為不善的不妥的 我們也接受所有憲民的意見 可是您接受的意見很多憲民 會覺得說您好像都聽不到 不會啦 我們有臉書每天都有 我們也都在統計 都有很多正面也有一些批評 我們都接受 但是議員有意見我們也會聽進去 您接受批評的時候 你今天的重點是要問我 為什麼要做人民廣場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您第一任不做 您要到現在才規模 就很多事情第一任沒有做完 第二任繼續做啊 就是這樣子 好 我了解 謝謝 那 那個 我補充一下 館長啊 這個人民廣場 我最近都接到一些 我們限制周圍這些居民的陳情 你說館長要做這個考慮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限制周遭這些居民 做一個交通嗎 跟議員報告啦 其實我們在5月18日 其實我們評估 衝擊最大氣是對議員來議會的動線 所以我們主動跟議會報告說 我們要來報告 那我們本來也借了一個會議是 後來是議長邀請我們上去跟 在議長室所有的議員來做報告 我們也認為說 可是那一次其實我們很多都持反對的意見 你們還是堅持要做 不管是持反對的意見 我想議長在現場也表達支持的態度 可是他說道路這個可以改善喔 經費你們先爭取到 可是不要把路封起來喔 我想跟議員講喔 我們當初就已經講說 我們有留3米的緊急通道 這個是在平常我們還希望是人走啦 那真的是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個3米的緊急通道 那整個這樣的一個架構喔 其實因應故宮南院來 我們整個在故宮南院周遭 在營建署有補助一個計畫 整體架構是要的一個子計畫 那個是有一個整體的架構的 我想這個資料我們都願意來公開喔 那我們在網站上後來公開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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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啦 因為有幾個鄉親都在公開這個問題 我是希望說喔 我們在施工之前喔 我們來開一個刷明費啦 假設我們這項工程已經 已經妨礙到我們鄉親喔 他們原本的這個這個生活的路線 或是說他們的那個交通路線的行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適度的改善啦 有辦法嗎 我想跟議員報告啦 所有的工程在施作前 一定會有正式的說明會啦 因為它包括圍裡要管制的時候 其實一定會對交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定會有這樣的說明會 那所有的這樣的規劃資料 我們也都在縣府的網站都會公開 那我想用各種呢 我們都願意聽聽各種不同的意見啦 處長沒有辦法接受你每次都說 在縣府的網站會公開喔 其實很難去找耶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會上網耶 所以喔 如果啦 處定 我們才主動在五月十八號喔 這個是不是議會的要求喔 是我們主動跟議會做說明喔 而且是 沒有啊 你就把議會就把所有的規劃圖都跟議員做 沒有任何的隱瞞 溝通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沒有叫這附近的這個住家 這些鄉親做個溝通嗎 對啊 他們覺得好不好 同意嗎 我想跟議員報告啦 其實 這一個路的這樣的一個改善喔 改變喔 沒有啦 我要問他啦 衝擊到的還是縣府跟議員 今天我們改 所以對縣府其他的 他不是主要 他沒有一個穿越性的動線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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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我們最近去一個施工說明會啦 假設我們這附近的鄉親 大家都反對這樣 你要怎樣 你有沒有副案啦 我想喔 或是說我們這個計畫 有沒有可能改變的機會啦 這個都可以有交通的專業啦 我想是不是對交通喔 有很重大 而且絕對性的影響喔 我想這個都可以有交通專業來應付啦 因為齁 事實上啦齁 我們這裡的議員 當然齁 來這裡開會時間 我們說實在 一年給你三個月 好不好 這裡的鄉親是住在這裡 他們每天可能都要出進出入出入入 所以我才說 跟議員很嚴謹的報告齁 這個東西我們6月8號就做道安的勘察 我想 沒有很多道安的委員工 那6月9號會不會做正式的通過 但縣政府真的相信來做這個通嘛 我想專業上我們絕對願意來顧及所有民眾交通上的需求 那如果說這一個是一個主要的動線 我想都可以算車流 我去專業去看這一條馬路 到底是留給一般的民眾還去假日可以放放風箏的那種幸福感 還是說給有車的民眾只是偶爾轉進來 它一個小方便性 那現在你的意思就是 站在人民的為主的觀點 你這個人民廣場 你就是不考量到我們縣市周邊這些 這些鄉親他們的交通 而是說當限制周遭有一個整合性的廣場 跟它不是一個主要通道上的一個犧牲 這樣的相對的價值上 你的出發點就是不考量這些人 我不是 所以我們才說 我們有保留一個3米的緊急通道 如果緊急 如果譬如是在 縣府前方發生車禍 那不緊急可以過嗎 其實是有緊急通道的 縣長不緊急可以過嗎 縣長不緊急可以過嗎 我想不緊急 我希望留給老百姓人民 在上面 其實包括 其實現在縣府兩塊跟議會的綠地 而且喔 現在你看我剛剛有跟您看照片 縣政府層面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草皮了 它上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草皮了 不是嗎 跟議員報告 村長啊 我是覺得 我們今天這些都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一個工程的施作 我們要多方考量 是 縣制今天如果 只是縣政府所在地 建築就沒有其他的鄉親 躲在這裡的時候 這樣你怎麼做我沒意見 但是呢 今天在縣政府 周遭有很多住家在這邊 你所影響所及 不是跟來這裡洽工的人而已 跟議員報告 所以我希望你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整體的考量 所以我們才當初在規劃階段 才來爭取議會 你要不要做一個整體考量 我想現在已經到施工的施作階段 我們很難 發包出去了嗎 我想 發包現在是在建設處的階段 發包了嗎 我想是在建設處的階段 那當然會把我們也請我們的專家學者來會看 那些交通的委員 他們一致認為 其實 這個地方把它縫合起來 留進去道路 其實是 不會 很 不太會影響到我們這個交通 因為我們這個自通八達的路 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們先開一個說明會 這沒關係 如果地方鄉親他們 住在周遭這些鄉親 他們如果說 他們提議的案的那個建議 如果 屬合理 而且呢 又方便大家的話 我相信我們應該是要從善如流 我們不能說 我們規劃是坐在這邊 桌子上規劃 他們這幾個人 他們沒有得了解 地方這邊的實際的狀況嘛 是 所以我今天的意思就是 我們開一個說明會 然後呢 讓鄉親大家來參與 因為畢竟他們是住在這邊 你最晚也是一天 一天八點十幾點了不起 人家是二十四點就住在這裡 是 如果有改善空間 我是希望說 我們能順利民意 不要說 自己覺得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 不一定百姓鄉親 他們就會 會歡迎 是 我們謝謝議員 關心的 我們發包後 我們來開市公前說明會 你現在還沒有發包嗎 還沒 還沒有發包 當時發包出來 現在應該是要千萬發包中 其實我是 我是 當然 這是另外一個構想 一個人民廣場 不過我覺得說 在我們的財政這麼艱難的狀況之下 你一些現有的設施 你還在那裡卡住 是非常浪費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縣府前面這裡還沒有到什麼殘破不堪 沒有辦法下去走 或者是車子沒辦法開 我覺得很多 這筆錢為什麼不用在其他的 就是可能道路啊 排水 你看我們的藝術品四百萬 我剛剛問水利處長他說 水工要清一年才八百百萬 這間 現在這要花錢幾萬啊 以後這種雖然是中央的經費 我們自己有配合看好不好 中央七百萬而已 是以營建署的經費為主 我們配合多少 全部 您剛剛說一千多萬嘛 然後中央是七百萬 我們配合多少 那我們配合五百萬 因為主要是我們在把 縣府跟議會中間的那樣的環境 在做改善 不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整個加起來 又再配合的部分 是在五百六十八萬 對啊 又配合五百六十八萬啊 我們縣境內 急需製作的水 排水或是路面 有很多急迫性的 我們沒做來做在這裡 人們會覺得 你們這裡看完 是都幫你做我們自己出去的地方 謝謝你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當初是營建署補助 我們在故宮南下 營建署補助 營建署補助 中央的錢也是人民的納稅錢 不是中央的錢就不是錢 這是我們縣政府自己提的案子 我們拿去中央補助 我們要做這個 我跟佳議員的意思是說 你要拿這個案的時候 你就要先把它設想清楚 你要了解上誓 你不能說我拿一拿 今天說實在會 這如果我們的鄉下的官方 知道人家說 欸 你怎麼這麼需要做 不做 來做在這裡 以後你要這樣 你自己最方便比較舒適就好 以後 以後你... 以後你... 你看我們那個路 我們那個水溝 怎麼都不做 你提案要謹慎 你這種有現有的東西 不是說產博不堪 你把它拿這個案 各位 那跟議員報告 我想營建署 對陳振鋒案子的審查 是非常嚴謹的 我知道啦 大家可以看齁 整個... 我們去年一整年齁 我們當然知道他非常的嚴謹 是說 你應該要以我們嘉義先 非常迫切需要的建設 或是道路各方面去提案 還有很多個案可以提啦 你不一定要提這邊啦 我想整個跟議員報告 我們去年齁 獲得營建署補助是15案 那只要... 其實現在的狀況 反而是 有時候我們發文到公所去 公所因為他的工作量都很大 其實是公所的提案量 其實我們都還不斷去輔導 拜託公所提案的狀況 只要可以跟嘉義的18個鄉鎮 只要每個公所都願意 對自己的警官負責 我想都願意提案 既然你就拿了啦 就是讓你一個了解說 以後 你這種提案盡量要避免啦 好好的東西卡到我上來做 這樣讓我們感覺是什麼 觀感不好啊 錢很多嗎 對不對 你這又是要卡到來競爭 館長 館長啊 剛才你說這個 重點是說 這些鄉親很多人歡迎 你是不是有這個明明 這兩位村民知道說 加上這些鄉親 大家覺得有必要稍微做一個修正 讓他們出入方便的情報之下 你有同意嗎 可以做個調整嗎 我非常尊重 議員代表不同的聲音 不過現在正在推動的時候 營建署這個經費呢 他主要是希望我們改善 因為有故宮來後 周遭環境的改善 再不影響我們的提案的主題 你的意見 我們會請主辦的單位 去盡量做到 好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再聲明一下 這個科目 他不是可以隨便你放去水溝 對啦 沒有啦 現在最主要是 周遭環境說出局啦 他重點 對啦 我知道你說的意思 所以那個三米的公司 緊急通道是太會啦 到時候我們開說明會的時候 聽鄉親的意思 這是一些見仁見智的說法 當然我們有尊重專家的幾位 主要重點是他們故宮來後 他們建設我們的經費 是希望可以做周遭 四周環境的一個改善 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那個經費 並不是說 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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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補時間 我們主席 我們主席 我們管長 各個實驟主管 還有議員 董事 還有我們媒體 専師律師 大家好啦 在這裡 剛才我們有幾位議員 來提出我們這個 這個 入門辛苦 這些食品要靜靠 大家管長 要做一個承諾 要來把我們把關 為我們管民的健康和福祖 要把關 這點 在這裡就沒有再問了 我在這裡 我頂幾天 我有去參加一個活動 我剛才有一個 新的館的一個 董部主委 要怎麼做議員 要怎麼當選議員 我有在一起 這個議員選議的工作 他跟我說 他們新的館的選議 是這樣 是他每次鄉頂的 叫每次鄉頂的 叫每次鄉頂的選 不是說 像說我們六臭 水上泰國的六臭 三鄉頂做一區 他是以鄉頂的選 以人高所 多少人來 割定幾個 叫官 他們身在官 多少議員 下去分配 會選議 他跟他說 這次好 這是怎麼說 可以了解 貼切 了解 我們台地區選民的 這個訴求 讓我們的 服務 可以配合管副 來推動 這很好 不用說 像我們現在 我們 他們的選區 我們府議的選區 是 這個鄉頂也有 補助也有 六臭有 進行 有時候 要做選民的 學務 非常複雜 現在是說 依一個選區 譬如說 我們當作 一個 法人高所多少 補助多少 六臭多少 要來申請這個議員 所以我覺得 他跟我說這個 我覺得 不錯 所以我 要利用這個 中資訊 來跟 官長的經驗 跟我們民進處長 做一個研究 我覺得 這真的 對我們 每一月 我們這些議員 會不會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不必走中 那樣 可以就地 財政 服務 可以更了解 我們鄉親的 需求 跟我們地方的建設 這點 我覺得 很好 我今天 有 大臺有 跟民進處長 稍微 提醒他 去了解 新的 這個選委 他們的新的館 是不是這樣做 我這個想法 是不是 我們管長 你的感覺是怎樣 請什麼管長 說這個 議員 這個議員 這個選舉 這個怎麼樣去 去決定 都是在中選會的權責 但是我上次有報告 選舉前的一年 他要問國 行政公訴 有什麼 贏議會的意見 如果議員有意見 我們也是可以提上去 但是那個不是 決定選區 還是不是在我們縣政府的權責 沒有啦 我想問我們管長 你的想法 你這樣 我們三十七席 三十七席 你這樣 大部 我愛一席 大部 四千幾個人 我不知道 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基本上認為 以目前的這一個選區的規劃 是滿合理的 他是都有兼顧到各鄉鎮的名義了 對 對啦 但是我是在說 這個比的還好 這個我覺得這個 可以 什麼樣子的方式 我們還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見 四郊本部 有的當時要走很方便 真的 剛才說這樣 有時候 你如果人口 比較多的 我們就照比例 三千 議員的市場 所以你先保障一個鄉鎮 至少一個 扣掉 我們要先扣掉 十八十喔 像我們六朝 你就萬幾票而已 就是三千一個議員 所以我們以人口所 不是用行政區域啦 用行政區域 你像我們大部 四千 四千通話而已 你現在十八方天都要扣掉 一席之後 我們三十七席 扣到十八 後面村十九席 我們其他的這個 沒有啦 這是後市的動作 對啦 這個可以考慮 把意見提上去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問的各鄉鎮 大概都沒什麼其他新的意見 那議員如果有這個看法 你也可以提出來 這個基本上還是要 有共識 才能夠去做 好不好 好 好 這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你管長請坐 好 我們那個村長 你是不是 我今天有請你了解新的館 他們的這個情形 你是不是可以報告一下 是怎麼算 大家報告啦 新的館 當然 他有十三個 感情先告訴他 這樣 對啦 沒有 對啦 你總是怎麼 他們的情形 這當然選庫的偶爾 包括要 可理這個人口的人 人口的分佈啦 阿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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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算 新的館 他們當初 他們的偶爾就是 可能他們那時候 看那個人口的佩地啦 因為我們家人口相差 嚴重啦 你想像這個民鄉就7萬元 大部就4千元 那這個煩惱也1萬萬元 這都不像我們目前要1萬4千元 我們照平均用30萬元來講啦 會1歲的那個 但是你如果照國鄉頓 都1歲的這個就變一個保障 那如果你說用柯林的影響在吉他選區啦 吉他選區的那個啦 當然就議員在說你說 對這個鄉頓來說 用鄉頓 我就這個鄉頓算出來 法務這個鄉頓 那就你這個法務的那個柯林 會更方便 但是就我們過去 已經這個選舉委婚了 幾年了 還有管長報告 就是說目前分配 這個國鄉頂公訴 去表示大家 都沒有意見 總統 我知道啦 算我像未來啦 我們後一回大家同意就是這樣 我們未來又是不是有可能性 你做出場 這就是 議員的意見 你自己身體的所在 我特地了解一下 身體管理要了解說他們的小人是怎麼合併 他們也是有合併啦 有小的所在 譬如說 有可能大伯 阿里山他們會合併 他們是問題的鄉頂啦 可能他們的人口分布是比較不均 你再相對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不然這點請你可以了解一下 當然這是這個工程是很大的 當然是我們 我們當然可以演議啦 也不一定說 說本社會我真的這樣 其他議員不同意這也是 也是半部長啦 還是說我們要稍微了解 人要這樣做 人要做 你是不是有這個新思維 到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 幾個大家都 管長也同意 議員都同意 也是可以辦啊 是不是這樣 你再演議一下 了解 再來我請我們李小貞市長 我上禮拜的 來拜幾齁 齊狗 是 我們那個 市民那個 議長任議會齁 有來參謀我們 管政府齁 我們行理處長 因為新聞處的影片真的是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還在找那些影片 沒有啦 我在那裡聽我看 旁白 不知道是官長說的還是我們旁白說的 他說 現在我們太保持 我哪有一個賣掉的工具 我感覺是這事實有這樣嗎 對 這實在我覺得對我陸草來不說話 只有這行可以說而已 官長也在說要賣掉 像你們陸草的 但是我那天看到那個泡沫的運算 是說出來是太保的喔 官長當然是沒了 可能沒了解 但是你們這樣做成這樣對我陸草 還敢不說不便 不好意思 議員 這讓我一段時間我來查一下好嗎 那是說 叫議員這樣說 開始是不對 還是我也不對 我馬上改好不好 對啊 但是陸草有很多東西啦 官長說要有一個賣掉的 好年了 結果現在變泰國企業了 我來查一下立刻給議員答覆好不好 那都不用查了 那就是我有聽 邱主長 你們去看 你們再看看 事實上 被我們生你生的就不對了 對我們陸草人很不公平 所以喔 官長喔 你要更加用心對我們陸草的啦 真的 我們這樣 邱雲書的夢想喔 我是希望這樣可以推動一下 我們陸草的觀光的祝典 我以前在他的講話 媛化路亮點生態公園 這創的是到底比 堕地的高跟社教堂各行的啦 毫無一樣喔 我頭到尾都做了多少 這屬性的 所以你要推動 你不要說 啊 這無法度 這是你自己 自己發論去辦 館主任無法辦 我們五成吉的館長耶 齁 你要想辦法啦 齁 不是你一行 但是你要想辦法 做這個 這個 兩天的生態 沒辦法說話 三星出來之後 這對我們嘉義的館長齁齁 是一個店可以做出整個面子 這我一直要講啦 反正你們都要提示 這讓你們去從我的店旁邊 看店旁邊跟你協助 這這樣不可以勝出啦 我說你要有那個目標 這真的實際對我們未來 家的館 大家的館 一旦說 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我講規劃 真的很重要的啦 這對我們館主團隊的執政 一定有很大的提升 帶動我們地方的這個館公的這個三葉 不然也讓我們落草說 提著一個名字說 齁 要來看 沒法有兩點生態原器就是要它落草 所以你這要記得啦 不能穿了 說你們自己去創我旁邊看 你們要做我來 這這樣不可以勝出啦 你要有那個心態為嘉義 像你們在開發 你這個要有這個評論啦 雖然是這要排除萬難 這樣這真的事實說起來 對我們故宮原器的一個中心的 做這個一定幫助很大的 所以館長你一定要用心 不要說我盡量來協助 一定要做主座來做得對啦 好不好 館長 議員很親近 很打招 就是要推動我們路潮的觀光 那基本上梅花路 這個園區基本上不是由憲政委去做 讓我們樂觀齊成 樂觀齊成 那必須要有民間單位 或是有什麼國家風景區 他願意去做 你要協調啊 政府不可能 再去開票一個梅花路去管理 我們縣政府是沒有辦法做這樣子 但是我們會樂觀齊成 這會賺錢的 我會說這會賺錢的 我知道 那議員 那要不要再做個 對我們嘉義的好命先這樣 事實說 你一定要記在心來 一定不能說要合作 一定要來全力來推動 我的記憶 好 議員好認真在推動梅花路源 我會放在心裡面 我會放在心裡面 樂草 有草沒有落草 很疲愛 有草沒有落草 我們還是樂觀齊成 好啦 在這裡也要把管長表示 要輕盈 我在去年會期 我有提案 說我們這個 六草地區 要來故宮 或是長坤醫院 管護者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 在這裡也這樣 管長怎麼有用心 在這個 切 什麼 什麼 我們去找幾個 我們的 廚長 各位廚長 那天你 有 帶我們 我和鄉庭議員 我們兩個 有去看查路線嗎 這個 這個 府議長 和議員報告 現在就是 營運員很關心 樂草 民眾的 對外交通問題 管長 很關心 所以現在 把我們 前兩條的 電動巴士路線 有半一條 要來支援 我們的 路草的鄉親的旅外通運 你現在這樣 這個你跟我說 是我們是對減水 對減水 算是要來個體 是 減水的 好 好 六草 六草 上山這都有 是 包括在那邊 有 有 坐來高鐵 是 這個 這個 設定的行程 有設定當時 可以來推行嗎 這我們很近 來來推動 管長也說 我們就盡量 主要是 現在就是 電動巴士 其實它車輪要調 真的要給他時間 讓他去準備 你現在你看 我們到 六草那裡 有來看 大家問我們要做什麼 齁 這台車這麼漂亮喔 我說這 後來我們管長 有在推動 這電動巴士 要讓我們坐 有經濟巴士 大家很高興 大家很高興 到時候 大家高興到最後 沒有來修正喔 我們應全力的來推動 排除萬欄 這已經有看 大家都知道 這點 要記得 跟管長說 這個修正不可以 再去萬年了 是 這樣好 謝謝 這個修正我在這裡 先來問一下 有關 這個 我們新娘客運 從新娘來 這個 隔壁的地方 我們六十九十個停 這個保安教育員報告 我們來跟新娘客運 跟台湾市政府這邊 來協調 我會說 我是希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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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隔壁那個 那一個山腳 他們超有經過嘛 超有經過 不能遮蔡他們 一沾停 我們三家 村 跟後隔壁村 蟻村 他們可以來山腳 沾這麼多 他們剛才有經過 不再換嘛 我們那裡還有 那裡有 我們也有沾牌 如果 他不是要老實 說沒有變境 沒有 絕對沒有變境 停下來後 其實有需要 有需要 我們那裡鄉親有需要 他們 真的六草 要來我們隔壁也好 或是來 這個 長坤這裡 都很方便 啊 你這個 這個 未來 我們 中國國的處 設計一條路線 對 鹹水育徒 會沉沉沉 到那邊 六草 來這個 這個 隔壁的 啊我們這線 我們這個 這個 山腳 我們三家穿 又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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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穿 他們在那裡 很近 他們要來高鐵站 還要參加我們 可以坐 所以你要折承 我們新郎 客人 一定要停 這個地方很重要 我希望 我們 出場 你要折承 因為事實說 那裡 我們怎麼有人在坐 我們還有 站牌 在那裡 還有 娘庭的 我們館長說 蓋的很漂亮 所以 這點我希望 我們市長可以來 來關心 一定要 叫人來設一個站 在那裡 我們在學校 我們 我們後面 我們就須來 跟這個 台湾市政府 跟這個 信仰客運 再來 這點 我們那個 到35 山 那裡 我有請我們技師 去看 就在那個 公路 幾年前 下線的路 那裡 我看 差不多 100公斤而已 那裡 已經都 在那裡 那裡 都在那裡 那裡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像吃百五千 我是覺得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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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 河岸站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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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裡 很多 那裡 那裡 我們 如果 我們 我們 香港 商道養 Co 我們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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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沒有辦法,你們之前有趁勞要做,是說不夠錢做到什麼停下來 這是我們鄉親都知道的,所以我們賺多少錢來做做的 我們如果是今年的結婚不夠,我們不會在明年的香道養文會處理 那也是在我們的議選,我們今年這會期的議選選之後,我們就會去設計法報 好,這樣有一個承諾,這樣我知道了,我總時間讓我們其他議員,謝謝,感謝 何子凡議員,15分鐘 我們的主席,府議長還有各位議會同仁,憲府同仁 我在這裡要來拜託大家幫我找一項東西 幫我找一項東西 要怎樣,要怎樣,很恐怖,這項東西沒去,我不知道要怎樣 剛才我為我們82號快速道路過來的時候,我找不到一項東西 那個,不知道,建設處長可以幫我找看看嗎 你怎麼知道我要找什麼 議員我不知道 喔,不知道喔,沒關係,先坐 我們的教育處長,知道我在找什麼嗎 我要來議會的路 報議員 不清楚,請坐 請坐 我剛才,你找我們的路草分化爐的演檔 我這樣六塊這樣看,我找不到我們這項大紀的演檔 為什麼找不到 因為今天我們的PM2.5又超標了啦 我們的PM2.5到今天,剛才我的手機的顯示是93,每立方公尺為毫克 其實超過70,我們就不適合戶外活動了 就是已經是非常高的等級,指爆的等級 那我剛剛在過來的路上找不到了,這個任務我想說未來請我們的環保局長把我們找出來好不好 讓我來議會的時候可以看到那一根煙囪,然後可以比較放心 不然它那麼大的一個標的物不見,我會心裡面會恐慌 好不好,那個環保局長 共同努力啊 加油啦,好不好 好,謝謝 好,我現在回到我的正題 我請教一下我們的社會局長 我們的學長 你是我的學長,我們都是好朋友 但是我還是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請教一下 之前我跟你調過這個104年 我們嘉義縣勞動檢查這個採除案件 我們全年度總共採除72件 罰了157萬元罰金 那這個裡面呢,大部分的這個違法的這個類別 包括說,主要就是工資 有部分,比較多的我列舉一下 就是低於基本工資的有6件 然後加班費的部分,就是延長工時的工資的部分有22件 這個是為數最多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雇主很多事實上加班都不給人家加班費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出勤紀錄違規 就是並沒有被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的有8件 這個在很多實務上面是常發生的現象 就是說雇主會造假公司卡 或者根本也不製作公司卡 然後還有8件是超時加班 就是超出這個法定的限制 然後還有9件是這個7天沒有應給勞工一天的休息作為例假 就是最近比較活的這個一例一休的這個議題 另外還有特休 沒有給勞工特休的有5件 那也就是說事實上特休常常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是他必須要,勞工必須去舉證說 他雇主沒辦法給他休 他才有辦法去申訴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些主要的這個違法樣態裡面 大部分其實我們看到勞工事實上蠻辛苦的 那我希望說這邊你要好好的加強 那我在這邊再問一下我們的這些局處首長 各位你們現在都是週休二日嘛 那有沒有覺得工作很累 那個農業處長工作累不累 有沒有週休二日 報議員,沒有下班就沒有上班 所以我知道你們局處首長 大家都事實上很辛苦 但是我們基本上我們的公務員 一般還是都有週休二日 那我在這邊就是那個社會局長 我再請教你一下 最近這個很熱門的這個一例一休 砍七天假的議題 我來請教你 首先我先問你 你覺不覺得台灣的勞工價 台灣勞工的假期真的太多了 報告議員 就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以我們社會局來講 我們是以照顧勞工為我們優先的一個職責 所以說勞工的假期 我想應該是以他們的一個福利 來為我們最高的優先的一個考量 所以它的假期多不多 應該是以整體勞工他們的需求為主要的依據 那到底是多不多你認為呢 你做一個勞動這個 勞動業務的主管首長 我想勞工的假期 現在推行的不論是一週那個 一例一休或者是二休 我想這個是在溝通的問題上面 但是這個整個來講的話 那也可以溝通成都不要休啊 如果是溝通的問題 不是 這跟我們公園來講的話 我們公園也是週休二日 現在是一例一休或者是二休 這個其實是在一個 那為什麼勞工沒辦法也週休二日 還要一例一休 沒辦法落實完整的週休二日 報告議員 這個部分 那他說休兩天這樣子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那我們公園週休二日 就不會影響到我們政府的競爭力嗎 報告議員 這個我們公園的週休二日 這個二日其實我們是隨時可以來上班的 如果說長官要求說必須要上班的話 但是會給你補休啊 對 那我們勞工現在是一例一休的話 是一天必定要休 一天的話是可以依照公園的需求 那為什麼不跟公務員一致呢 我想這個應該是整體的一個 我請教一下 那個我們在座的局處首長 你們覺得說台灣的勞工價多不多 覺得多的請舉手 我們警察局長 那請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我們台灣勞工價比較多 聽人講說好像一年365天 然後休了100多天 你真的覺得台灣的勞工價比較多 他們是說已經休100多天了 比我們的軍公教公務體系的員工還多嗎 其實我感覺我們軍公教好像禮拜天都在 那我覺得可能的原因是我們的警察局長沒有幹過勞工 沒辦法體會勞工的辛苦 好來那個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全球台灣跟全球OECD 這個38個國家比較裡面 我們的勞工的假日是全球倒數 目前來講是倒數第五個 如果我們未來又砍了七天假 我們就會變成倒數第二 我們只贏了墨西哥 所以我們的價 事實上客觀來講 我們並沒有比較多 甚至是非常的少 那我們的公時呢 我們的公時 我們的公時是 2015年是全年2134.8小時 就是新加坡是2000 第一名是新加坡2371 第二名是墨西哥2246 我們是全球第三高 公時是第三高的 這個都是勞動部給的數據 這個可能勞動部自己也沒辦法否認這個事情 那全球的平均事實上只有1766小時 這個數據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來看比較歐美的先進國家 德國呢它是只有1371小時 是全球平均公時最低的國家 但是你們說德國有產業有落後嗎 有國家競爭力有不足嗎 好像也沒有嘛 它反而是一個科技的強國 世界的經濟大國嘛 那像其他的歐洲國家 挪威是1424 丹麥是1457 那歐洲最高的希臘是2024 我們台灣是2134 希臘還沒有很多 但是他們同時也是歐洲失業率最高的國家 所以其實客觀的來講 經濟發展跟勞工的工時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從這邊的數據其實就可以推論出來 所以說勞工的工時一定要長 我們經濟才有辦法發展嗎 這個是我很大的一個疑問 再來 我們再請社會局長 我們的七天假到底有沒有放過 有一個說法說這個七天假以前 有很多勞工說這個七天假以前就沒有放過啊 所以我們就把它砍掉沒有關係 到底這七天假以前有沒有放過 沒有 這個七天假原本就有在 你是勞工業務的主管首長 你應該對這個部分有一點 有比較精準的了解 有關這七天假原本就是 它是依照我們的放假規定來放假 那因為現在整個我們勞基法的修改 所以說在整個立法上面 因為一時之間沒有放過 這七天假本來是有的對不對 對原本就有的 那為什麼很多勞工說沒有放過 是什麼原因 有些是因為雇主的要求 雇主的要求 對 那雇主把它挪到什麼地方去放了 因為在2016年以前是 雙週公時是多少 在2016以前 雙週公時是兩週八十四小時 對 那所以為什麼那個很多人沒有放過的原因 你知道了嗎 應該應該 沒有放過的原因 事實上是因為 他們把這些拿到六日 禮拜六去放了對不對 有些是這樣子 有些是要加班 這是不是事實 對 所以其實這個七天假本來就是有的 不是本來都沒有放過 所以現在砍了沒有差 所以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本來沒有放過 所以砍掉沒差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好 那我再問你 請問請教你 七天假很多人說 這個都是威權時代的威權遺讀 你認不認同 因為他紀念了什麼 蔣介石啊 誕辰紀念日啊 世事紀念日啊 光復紀念日啊 大家因為現在轉型正義的議題很夯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 對這個說 放這個明目實在是不適合 所以要砍七天假你贊不贊成 如果用這個理由來講的話 我是不贊成的 因為這七天假 原本他們就是在我們整個的休假裡面 是整體來算的 那有些假要不要放 那是在整個的休假的期間來算 所以說這個或許是一個理由 說這今天要放假 但是並不是因為這一天才放假 要放在什麼時候 放什麼意義 放什麼明目 是可以討論可以修改的 對 而不是應該用 而不是用說 因為這個是威權統治的遺讀 所以我們就要把七天假給砍掉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反對說 用意識形態來犧牲勞工的權益 然後用轉型正義來包裝階級壓迫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再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砍七天假 有人說砍七天假是為了讓全國的放假一次 也就是讓他大家都做休的日 沒有人因為勞工 因為他適用勞基法 所以他在國定假的時候可以休假 然後造成休假的問亂 你認不認同這個說法 我覺得應該是要整體來看 就是說放假 其實我是比較主張的就是說 其實全國的放假應該是讓他一致性 包括公務員 包括我們勞工 大家的放假應該是 那照你這個邏輯來講 那勞工的權益也可以跟公務員 比照有一致性 我覺得應該是用這個方向來進行才對的 這樣子喔 那所以他們勞工的這個有薪試駕 比勞工 公務員的有薪試駕 比勞工多五天的事實 無薪試駕無上限 有薪併駕多二十八天 勞工是半薪 滿三年後特休假多四天到十四天 我們現在是只有七天喔 勞工只有七天喔 產假及產前假多十天以上 婚假多六天 商假多兩天到七天 所以你如果說要 硬要把勞工的休假跟公務員一樣都是週休日 那這些權益要不要同樣比照辦理 我想每一個制度在執行的時候 應該它有它的一個時間性跟漸進性 那我們的方向 我覺得方向應該是公務員跟勞工 讓他一致的話 那為什麼不是公務員來跟勞工一次休假 也休這七天假 那為什麼要犧牲比較弱勢 你總不能否認勞工比較弱勢的事實嗎 為什麼要犧牲比較弱勢的勞工的權益來符合週休二日的標準 為什麼不是讓公務員也來休這七天假 而是去砍勞工的七天假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勞工少七天假來週休二日一致 這是什麼邏輯 報告議員 那有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這已經爭執了很久了 那整個的休假 我還是主張就是說大家的休假日期應該是一致 然後 我也很希望一致啊 這樣大家做行為比較好安排 然後不一致的地方應該是 應該是在一個一定的期限內 然後來修正 但是要一致的前提 不是犧牲弱勢者的權利來跟你一致啊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 我是整體來看 好再來 那個局長 我再請問你 現在修法說 要砍價呢 以後再用增加特休的方式來彌補勞工 你覺得這個說法能夠成立嗎 我剛剛就已經有舉例了 很多的雇主事實上 他是 特休假是 看我們現在是七天 一年七天 他開放到 一年內的勞工也可能修到七天 可是很多的事實狀況是根本 勞工沒辦法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嘛 沒辦法修到特休假嘛 而且特休假的性質 跟國令假的性質也不一樣啊 我們有一句台語的話 叫LP比雞腿 我不想把那個比較粗俗的 就像豬腳比雞腿一樣 你怎麼可以拿來兌換呢 有人不吃豬肉 他只吃雞肉 你怎麼可以跟他說 我現在雞腿給你吃 這個用特休來這樣子比的話 我是覺得是 而且現在的我們的資方 我們的工商團體的大佬 已經又在反彈說 這個修法的時候 這個特休假 他們的壓力也很 也給予政府很大的壓力 說這個特休假 他們也是反對在增加的 就是依照目前的這樣子的狀況 已經給他們一粒一休 給資方拿到一粒一休 勞工修法的方向 目前這樣的方向的話 那勞工 未來搞不好連特休假都吃不到 本來都已經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東西 現在連看得到都看不到 來 吃飯 那那個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好 那那個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好 好 我知道我還有三分鐘就好 沒辦法三分鐘喔 還有你一分鐘 我再放一下 那個影片差一分鐘而已 好 我放那個影片 謝謝 大聲音 再大聲一點 樓上再大聲音 他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為什麼民進黨和國民黨都要砍七天假呢 他們有很多理由 讓我們一起來略懂略懂一下 第一 民進黨跟國民黨都說 砍七天假是為了要跟公務員全國一致 小糊弄我們沒那麼容易 為什麼要全國一致 為什麼900萬勞工要配合60萬公務員的休假 沒有人說的明白 如果要全國一致 也可以增加公務員七天國定假日 更何況公務員的特休假 並假等等福利都比勞工好太多 難道勞工也可以比照辦理全國一致嗎 這個方面還真有創意啊 第二 民進黨跟國民黨都說 砍七天假是要把已經不合時宜的紀念日 砍掉這是轉型正義啊 少來這一套 來啊 記不紀念跟放不放假 根本就是兩回事 如果大家能夠反轉這個觀念那就行了 現在全台灣勞工一年有的19天國定假日 是勞工們共享的集體勞動條件 不會也不應該因為誰不想紀念誰而改變 如果不想紀念這些人 可以紀念別的事 譬如說 1月4日是 蔡英文承諾不會砍七天假紀念日 10月5號是 蔡英文砍了七天假紀念日 明明大家都可以一起來發想 怎麼訂這七天國定假日 所以什麼不合時宜 根本不構成砍假的理由 失敗 最後民進黨跟國民黨都說 喊七天假是作為落實週休二日的配套救命 假的 這個配套的說法 根本就是在欺騙善良老百姓 假的 七天假就是七天假 其實跟週休幾日完全沒有關係 假的 要以利一休還是兩利 跟七天假也沒有關係 假的 民進黨學國民黨把這兩件事綁在一起講 只是在模糊焦點而已 老婆 這一票是什麼人啊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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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大家如果對幾立幾休有興趣 我們下次再來戲談 在看完民進黨跟國民黨差不多的說辭之後 各位心中也許會浮現一個問題 既然沒有什麼正當理由 民進黨為什麼這麼猴急 集到在10月5號的衛環委員會上 佔領主席台 跳過報告跟巡大的正常程序 不顧在場其他立委的反對 只用兩個張信中的時間 就直接送出委員會呢 答案很簡單 有兩個 第一工商大佬之前就表示 勞工每多放一天假 全台企業的人事成本就多90億元 換句話說 每砍掉一天假 全台勞工就要多奉送90億元給這些大老闆 如果可以趕快砍掉七天假 就可以每年都幫大老闆省下630億元 讓這些工商大佬高興的要升天 你真的快上天 我真的快上天 第二 就是要趁大家還沒感覺的時候 趕緊砍掉 很多人都說 從沒放過這七天假 那是因為在過去 雙周84公時的時代 勞動部同一企業 可以把這七天假 挪移到禮拜六 舉代每兩周 就會多出的4小時零碎公時 而七天假被挪移掉之後 員工雖然可以週休二日 但是這七天就得要來上班 所以很多人都感覺 從來沒放過這七天假 都被你看出來了 但是今年從雙周84 縮減到單周40公時之後 每兩周4小時的零碎公時就不見了 自然沒有挪移這七天假的需要 所以從今年開始 這七天就應該要放假 如此一來 才是真正的縮減公時 這這麼簡單的 縮減公時 正是蔡英文在選前給勞工的承諾 所以我的勞動政策的第一個 就是年總公時要減少 他也曾經親口承諾不砍七天假 七天的這個 國定假日 這個法律我們不會讓它過去 如果我們可以出到國會的話 但是總統選完了 勞工頭頂上變成綠綠的天 有一種完全被背叛的感覺 現在什麼公時都沒說 就這麼急著砍勞工的七天假 讓人不禁懷疑 難道是謙卑謙再謙卑 所以醉了嗎 或許在你的內心深處 事實上知道這麼做是不對 還是說蔡英文也步上了馬英九的後塵 反正是選舉啦 說什麼都行啦 蔡英文總統做口而出的那句話 來啦 那個切條齁 鞋皮切條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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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真的夠了齁 來 那個祥婷 不好意思 你存九分鐘而已 齁 我存九分鐘喔 齁 吃飯進口 輸入台灣的部分的問題齁 我希望說 你可以宣示一下你的態度 你對自己官的官民 這部份的你 你要怎樣來做一個把關 林議員齁 因為現在是中央跟地方完全連線 然後也辦了公聽會 當然這個公聽會 是由國民黨他們提案要求要辦的公聽會 可是公聽會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充分展現一個民意 然後大家都是這樣亂 亂了就不了了之 所以我希望說 很多的官民都想要了解 官長你的看法是怎樣 那我在這裡再跟議員回應一下齁 我從當縣長的第一天開始 我就是關心我們縣民的健康 然後呢我們堅定嘉義縣市農業縣 我們也非常關心食品安全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那現在這個日本的核災區的食品進口的這件事情 是中央政府的一個政策 那我想中央政府現在在地方辦各種公聽會 主要也是在做決策之前 聽一聽每一個縣市大家的一個聲音 我相信這個公聽會裡面 也有正面的也有一些反對意見 但是我想中央政府 他們一定會把這些意見都整合起來 去做一個最後的決策 因為這最重要就是說 什麼叫做安全不安全的問題 應該要有一個科學的一個數據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應該 農科院他們也都有在制定這個規範 會跟整個全球是同步的 所以有一個規範出來 大家才有一個檢定的標準 那我們的立場 基本上中央的政策決定之後 我們當然也會遵守 但是我的前提還是以國民健康 鮮明的健康跟我們的食品安全 為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好 謝謝縣長 另外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文化觀光局局長 這個新政府常常都在講新南向政策 我想要挑戰說我們嘉義官 有關觀光的這個部分 我們具體的作為到底是怎樣 謝謝議員關於這個話題 事實上上次就是上9月 我們縣長已經帶領我們縣府團隊 到越南參加他們的觀光旅遊展 當時跟他們這些當地的旅遊業者 跟台灣的旅遊者 我們現在簽MOU 那最近 後來就是最近這個 我們簽了MOU的高雄會坑旅行社 他也持續帶領這個 越南的觀光客來 那下個月他們是要帶企業團來 企業團他等於是 比較大 人數比較多 那現在 最近我們這個是 這個台北的觀光旅遊展 那越南的觀光旅遊集 集長他李國慶他也來 親自來 那我們也在那邊跟他表達 希望這個 我們能夠 在水上機場 能夠跟越南 這個指揮 胡志銘指揮 那你們現在談得怎麼樣 現在就是 目前是規劃在三大節慶 就是這個中秋節 過年 這些三大節慶 來處理 好 謝謝 請坐 謝謝 另外 社會局局長 剛剛講到那個 七天假的問題 其實我現在要反映的是 我們真的很多勞工 勞工朋友都跟我反映過 之前一直在吵一直在吵 所以吵的時候新聞都會報導 然後報導的話 他們就知道說 欸 他們還有上班 但是在那11月12號那天 包括再來的12月25號 其實這個都有放假 可是又剛好遇到六日 然後 他就問我說該怎麼辦 因為 資方你也知道 他就想說 都沒在擦 就這樣 然後大概就是想說 就這樣子 睜一隻眼 鼻一隻眼 勞工沒有聲音的話 就是一樣壓榨他們 這部份你們要怎麼處理 我有給你們問過 一個你們給我的回覆就是說 他們可以補修 那這個部分是由 勞資雙方自行決定 這個怎麼決定 他們不敢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啊 所以這部份 這是要怎麼去補修 我想這個部分 以我們 如果是我們在做 勞資關係的查核的時候 我們會主張的就是說 那他應該 就是要給勞工 要做補修的機會 這個原則上 我們的立場大概是這樣子 我跟他講說 不理會投訴啊 但是公司就是跟那些人而已 在投訴的時候 就是大家投票就多多算了 到底是誰 跟他減肥的 所以這個部分 他們一直在想說 11月12號那一天 他們的資格已經被剝削掉了 但最後一個 12月25號 這部份 是不是我們公部門 可以主動公告 告知 讓他們可以主張他們的權益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跟勞動部那邊 再確認 然後我們會跟我們 現金內的這些事業單位 然後依照法令要 確實來執行 謝謝 謝謝 縣長 我一直有跟你講說 我很關心說 在你任內 我希望可以在你任內 可以有一場 我們的台灣燈會 我在我剛剛當選的時候 我就問你說 有沒有積極在爭取 我知道說 你有清楚 你真的很賣力在爭取 但是呢 在今年我們就沒有希望了 我要了解是 2018年我們的台灣燈會 我們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我們有沒有做 報告議員 我們現在2018年的燈會 我們剛剛最近觀光局 要全國各縣市送案 那我們最近在11月底 也會送案到觀光局去參加這個評比 那我想我們整個縣府團隊 也都盡了洪荒之力 再努力爭取 我們希望 燈會辦燈會的主要的意義就是 哪一個縣市有新增的觀光景點 跟會來加持之下 能夠讓這個地方的觀光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觀光 是非常有潛力的 是啊 我們路客減少 可是在同一個時期 我有跟 我有跟我們文化觀光局這邊調過資料 我們大概1月到8月 今年的1月到8月 我們的遊客人數有470萬 7250人 在去年這個同一個時間 我們才281萬 所以呢 路客減少 但是我們的遊客 反而是增加的 所以我希望 怎麼可以做一個最好的準備 然後好好的迎接所有的遊客來到嘉義 我常常說 嘉義它是可酌之魚 尚帶雕琢 我知道你一直在雕 但是雕得太慢了 我希望說 大概在你的任期內 我們可以把我們嘉義最好的一部分 都呈現給大家 所以2018年的燈會 我們一定要勢在必得 好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希望2018年的燈會 會在嘉義縣舉辦 那一定對我們今年度的 像我們今年度的觀光人口 其實是這個數據是實質上就是顯示 我們的觀光人口是真的是從300萬到 年底我們預計可以將近600萬 所以我想我們嘉義是很有潛力的 所以我才跟你說 推展文化跟觀光 這是一個對的政策 我一定聽你到底 謝謝 那另外我要特別謝謝你 我們水上地下島的部分 真的是拜縣長所賜 真的是徹底的解決了 我們二三十年的問題 我要代表我們水上的鄉親 跟我們的團長感謝 也要感謝我們的林詠福處長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連線 包括剛剛都還在連線 想說要怎樣改善我們的地下道 我在這邊特別謝謝你們 以上我的資訊 我想這件地下道工程 主要是議員跟劉鄉長都一直 在關心的一個事件 也是我們建設處很用心 去做一個整齊 市長你之前常常說 在我們爸爸當鄉長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 所以我非常的在意耿耿於懷 所以現在徹底改善 我都覺得說 我當了這一屆議員 一切都值得了 謝謝你 我的質詢到此結束 謝謝 兩位而已 鄉立安議員 這案我拿來的 這案我是第一位 第一位 就是我們綠色團隊 共同一位 你也是要跟他講到 是 對 我共同關心 共同打名 還有我們的林牧會議員 也非常非常的關心 你自己拿這個案的 非常謝謝 你的梅花路 我也幫你支持 對嗎 你剛才我梅花路也跟我說 我沒有跟你說 我失禮 謝謝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也希望我們所有議員 當然可以 尊重我們這順的時間 大家保持時間的準時 那今天我們總之順 全部結束 我們也要求我們局處長 所有的局處 簽對我們所有議員 當然補貴的意見 大家一定要積極來辦理 來 我們今天到這裡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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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